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5141章 我若不放 如何 这股威压显然是冲着尘风而来 没想到 到了这个时候 居然还有意外发生 众人纷纷抬头 看向来人 只见一袭白衣率先亮相于众人眼中 有人眼间 第一时间看到了此人的面貌 当即面色大变 惊呼了起来 事后阳汐 真传弟子后阳汐 此话一出 人群仿若炸了锅一般 当即一片哗然 他是什么时候到的 是来救他的同门师弟们的吗 尘风这下要完了 不管他再怎么强大 可在真传弟子面前 想来也完全敌不过了 是啊 远处 众人纷纷议论了起来 后阳汐 天机剑宗的顶级弟子之一 星河剑派三百六十大真传弟子之一 虽然并非顶级的那几人之一 但此人成为真传弟子 也已经颇有十日 别看求力天 龙小笑这些人被众人认为 即将成为真传弟子 但 那也仅仅只是 离真传弟子的最低标准接近而已 真的要打起来 十个求力天之被捆在一起上 也打不过一次普通的真传弟子 这就是真传弟子的强大之处 不过 后阳汐此时出现在这里 想必也是为了求力天和龙小笑二人而来 陈锋停下手中的动作 定睛看向来人 后阳汐中等身材 腰杆鼻挺 是个中年男子的模样 他一跃来到陈锋面前 瞥了一眼 那个被打得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好的求力天 在看向陈锋时 他的脸色就变得极为淡漠 你放了求力天 今日我就放过你 淡漠的语气 几乎听不出丝毫情绪的起伏 仿佛他这番话 只是一句通知 而非什么商量 又是一个无比高傲 张狂的人 听到这话 陈锋不禁笑了起来 像是听到了什么极为好笑的话 他寒光脸入眸内 丝毫不惧后阳汐这般强大语气背后的威压 今日 他好像已经听到了无数次类似的话语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都是差不多的说辞 但 陈锋的眸中 并没有一丝动容 他只是 看向后阳汐 我若不放 如何 即便是立于台阶之上的江云汐 在听到陈锋这般姿态时 心中也是紧了紧 他的眼眸之中 仰慕的爱意更甚 体内血脉不断在翻涌着 随着陈锋的出手 一阵一阵席卷着江云汐的四肢百骸 远处的围观群众更是激动 陈锋果真强硬到底 面对后阳汐 居然也寸步不让 讲真的 我都快被陈锋这般强硬的姿态感染了 是啊 谁不想要有极强的天赋 能够有足够的底气 对抗一个又一个强者呢 可是他面对的 可是后阳汐啊 众弟子激烈议论着 一时间 雅居外相当热闹宣杂 不过 这些声音都跟陈锋无关 他手中的黑白长刀还未消散 此刻更是直接当着后阳汐的面 无尽杀气肆意而出 见他就要动手 后阳汐冷笑连连 他也不动手 只是盯着陈锋 淡淡威胁道 你可别后悔 你敢动我们问剑牙的人 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问剑牙 三字一出 众人惊骇 反应比之前所有都要来得激烈 就连江云熙也是脸色一变 他看向陈锋 神情也是露出了些许忧虑 也不顾众人如何看他 江云熙直接朝着陈锋 开口说道 问剑牙 是星河剑派内部一个极为强悍的组织 里面的人每月聚集在后山剑牙 已经问道 问剑牙里面什么人都有 而且各个剑法相当厉害 尤其是里面有几个大能 而且颇为护短 陈锋 你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听到江云熙善意的提醒 陈锋抬起头来 冲他微微一笑 但 下一秒 手起刀落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瞬间 囚立天和龙小孝当即淒厉地惨叫了起来 两人的一身修为 瞬间被废 这一幕 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不光是远处的围观者 还是近处的江云熙 就连后阳熙都没有想到 在得知问剑牙的情况之后 面前这个小子 居然还敢这么狂妄 他抬眸 对上了陈锋的视线 陈锋抬了抬下巴 挑眉 如何 手中 黑白长刀随时待命 太狂了 就连后阳熙 此刻也陷入了沉默 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过了片刻 他淡淡道 你真的很蠢 聪明人不会自掘坟墓 陈锋对这种话最是不屑 他直接上前两步 你要杀我吗 滔天杀气 血脉涌动 血气滔天 全然一副无畏无惧的姿态 但 后阳熙没有动手 最后 他只留下一句话 就转身离开 有什么遗言 趁最后几日赶紧交代了吧 虽然是危险 但此时 已经没有什么人在意了 星河剑派的真传弟子 都不敢对陈锋动手 这个陈锋 究竟实力多强 我本来以为 他有星魂武神镜第七重楼巅峰的实力 可怎么现在看来 好像不止啊 你是说 他有星魂武神镜第八重楼的实力吗 这可能吗 在远处众人激烈的议论声中 突然 传来一串鼓掌声 陈锋收起黑白长刀 扭头看向鼓掌声的方向 只见一个身负常见的心肠身影 缓缓自人群中走了出来 此人面容风貌俊朗 眸中还带着浅浅的笑意 但 任谁也无法忽视 他身上 那锋锐无比的气息 此人 实力极强 只不过 有一件极为古怪的事 他身上穿着的 居然是天玄剑宗的统一服饰 要知道 当年天玄剑宗的开宗祖师 曾经因为感情被辜负 留下了遗言 天玄剑宗不收男弟子 这么多年来 天玄剑宗也速来只收女弟子 从来不曾听闻 有男弟子败在天玄剑宗门下的 这是怎么回事 江云熙也看了过去 脸色微变 师兄 他脚步拼停 快步下了台阶 见陈锋有些意外的表情 江云熙微微一笑 这位是我们宗主带回来的弟子 名为尹浩然 本章完 第5142章 剑法通神 他本来是宗主师兄的弟子 但早些年发生了一些事情 宗主的师兄 为了保护宗主而死 只留下尹师兄 宗主便把他带了回来 悉心培养 听到这番解释 陈锋点了点头 不过 他小声问道 不会跟开宗祖师的遗言相违背吗 江云熙浅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当年的这个遗言 也早就在慢慢松动了 他主动迎上前去 来到了陈锋和尹浩然二人之间 看得出来 江云熙跟这个尹浩然 感情还不错 师兄 我为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天书建宗的陈锋 此次岁遇大会 他也是代表之一 说着 他又看向陈锋 我师兄尹浩然 陈锋点了点头 看向尹浩然 只一眼 他就能明显察觉出来 面前的尹浩然 浑身都裹挟着一股浑然天成的剑气 他实力确实强 尹浩然已经达到了 星魂武神镜第八重楼中期 比先前的白修明 龙小孝 求力天等人 都要强上不少 眼下 尹浩然看向他的双眸 灼灼放着光芒 陈锋总感觉 他好像在跃跃预示着什么 但 并未感受到 他有丝毫杀心 陈锋主动开口 不曾在星河剑派 见过尹公子 江云熙听闻此话 无嘴轻笑 我这师兄就是个武痴 平日不是在闭关 就是在修炼 你自然见不到他 听到此话 陈锋顿时反应了过来 他知道 为什么尹浩然会那么看着他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就看到尹浩然取下长剑 两眼几乎闪着光的开口道 你很强 我想给你切磋一下 还真是够直接的 陈锋不由地笑了起来 看向尹浩然 好 就在硬下的瞬间 一道无比锋利的剑气 便从尹浩然的体内 瞬间薄发而出 尹浩然的身形 几乎化成一道湛蓝色的光芒 速度快过闪电 向陈锋直接击杀过来 以身化剑 达到人剑合一的程度 无上的剑气 朝着陈锋逼来 激发出璀璨耀眼的剑芒 夺目 却又锐利无比 有一瞬间 陈锋甚至能从尹浩然的身上 也听到只有长剑 才会发出的阵阵鸣音 星魂武神进第八重楼的气息 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 说是时奈时快 只见陈锋迅速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数道残疑 湛蓝色的剑芒与剑气 在众人还不曾反应过来的时候 陡然转换了方向 竟是牢牢盯住了 不断变换身形的陈锋 就算是陈锋 也不得不探服尹浩然的反应速度 确实快 陈锋心中暗暗考量了起来 只需要看这一下的反应 他就能够判断出 尹浩然在钻研剑法上 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层次 激进通神 就连他 也难占上风 虽然陈锋的实力 比他强上一线 可靠着那出类拔萃的剑法 竟是隐隐间能弥补那似差距 陈锋只有用尽底牌 才能击杀得了他 不过 显然他们之间 没必要到那个程度 转眼之间 两人便在江云西亚居前的上空 激烈切磋起来 陈锋不再有所保留 天地反复轮回天宫 轰然发功 这是他的优势 再锋利的剑 也敌不过他的金色精神力攻击 刹那间 一道湛蓝色剑光 杀向陈锋的同时 更为浓郁的幽蓝色光芒 速度更快一步 席卷了直冲陈锋而来的尹浩然 在下方围观的众人 都被这一场酣畅淋漓的切磋大战 震撼得无言以表 谁赢了 没想到 天旋剑宗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剑法极强的男弟子 就在众人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哄 一声巨响之下 这场切磋终于落下了帷幕 虚空之上 一柄透发着湛蓝色光芒的长剑 停在陈锋的一米开外 陈锋覆手而立 看上去似有绝对的自信 有眼间的人注意到 尹浩然的双目失去了焦点 神情痛苦 身形更是一动不动 俨然是收到了强烈的精神冲击 而能对他造成这般攻击的 也就只有虚空上的另一人 此刻副手而立的陈锋 也就是说 陈锋 赢了 这个结果 再次震撼了所有人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尹浩然实在是太强了 他刚出场时候 浑身透发出的锋利气息 其中就已经隐隐透着无上的剑意 之后的种种表现 更是看得出 他早已达到了人间合一的境界 不仅如此 尹浩然的实力 绝对远胜先前的裘利天等人 可纵然如此 他还是败在了陈锋手里 这意味着 之前 对裘利天等一干人的那些折腾 对于他而言 根本不痛不痒 他先前连真正的底牌都没有亮出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高空的陈锋身上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此时的陈锋 是故意副手而立的 若是在真的大战之中 现在的尹浩然早就没命了 陈锋的双手 绝不会给敌人留有丝毫余地 江云熙站在地上 抬头望着高空之上 洒爽英姿的陈锋 没人注意到 她的脸上再次浮现起一抹红韵 眼神更是时不时水雾迷离 片刻之后 尹浩然总算恢复了神识 她深深地看向陈锋 随后 一言不发地收起长剑 紧接着两人一同缓缓回到地面 尹浩然虽然败了 但是看向陈锋的神色没有丝毫沮丧和不甘 只是在欣赏的同时 陈锋又从她的脸上看出了严肃 似乎有什么事情是她还没说出口的 陈锋就这么静静地看向尹浩然等着她开口 你很强 但是还远远不够 听到这话 陈锋心中一动 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也不遮掩 直接问道 尹浩然顿了顿 注意到周围还有不少人围观 呼之欲出的话又忍了忍 她看向陈锋 你跟我来 说着 她腾空而起 陈锋紧随其后 两人很快就离开了众人的视线 在掠过一座又一座浮空山之后 尹浩然才重新开口 我是星河剑派上一次参加岁域大会的弟子之一 本章完 第5143章 岁域大会 如此凶险 此话一出 旁边的陈锋心中一灵 她当即就意识到 刚才 尹浩然那句还远远不够指的是什么了 显然 尹浩然作为一个过来人 知道不少关于岁域大会的内幕 岁域大会 群鹰会翠 即便是我 也根本排不上名词 听到这话 陈锋不由地促起了眉 这跟先前房长老 在宗门大殿前的广场上所说的 相去甚远 以尹浩然这般实力 居然也排不上什么名词 这岁域大会 显然比房长老描述出来的 要难上不知多少倍 尹浩然看了看陈锋的反应 脸上竟浮现出一抹苦笑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实际上 星河剑派在岁域大会上 已经连续七次排名倒数了 这个消息 就像是一口大锅 哐当一声 砸在了陈锋头上 等等 我有点忙 房长老说 人家规定 入门三十年的弟子可以参加 真传弟子 资深弟子 一个都不去 光是入门十年内的弟子去 就足够了 这 陈锋皱眉道 心中意识泛起疑虑 未等陈锋说完 尹浩然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我们星河剑派 在自欺欺人 因为 就算派出真传弟子 也有可能打不过人家 而且岁域大会上 厮杀极为凶残 死伤惨重 星河剑派为了减少损失 干脆就不派出真传弟子 这样 输了也好自我安慰 陈锋彻底沉默了下来 尹浩然带来的这个消息 确实震惊到了他 不过 回过头来仔细想想 却也又不觉得那么意外了 只不过 他还有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 星河剑派 就算不是最强的先门 那也不至于沦落至此吧 听到陈锋的这个问题 尹浩然也是常常叹了口气 以前的星河剑派 确实还能排得上门面 但现在的星河剑派 已经有些青黄不接了 陈锋更加不解了 为何青黄不接 尹浩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看向陈锋 你可知玉须先门 这一问 令陈锋的心中 愈发的震撼了 玉须先门的内情 只怕没人比陈锋知道的更清楚了 他之所以能来到这方世界 就是因为玉须先门啊 怎么又牵扯到玉须先门上去了 他点了点头 尹浩然看向远处 目光苍茫浩然 透着几分追忆 当年几大门派 围攻玉须先门 无数门派都参与了灭玉须先门这一战 但我们星河剑派没有参与 正是因为没有参与 带来了两个后果 尹锋目光中透着几分思量 大概已经猜到了 后果是什么 其一 这些门派 是我们唯一类 对待我们 既如仇扣一般 其二 我们在实力上 跟那些门派 就此拉开了距离 玉须先门被灭 那些门派多少 都瓜分到了极大的好处 而我们星河剑派 丝毫没有 听到这里 陈锋什么都明白过来了 这就跟逆水行舟一个道理 不进则退 别的先门宗派 都从玉须先门那得到了好处 因此提升的速度整体拔高 而他们没有 因此 星河剑派瞬间就没落了下去 陈锋的心中 此时此刻 疯狂被震撼到了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在这里 又知道了 一些关于玉须先门的事情 不过与此同时 心里却透着说不出的清风 玉须先门的大仇 我是一定要报的 若是星河剑派 也参与了当初 灭玉须先门的一战 那以后 难免要和星河剑派为敌 但现在 却不需要了 尹浩然见他面色有意 直到他对于岁玉大会的真相 一时间难以释怀 也没有想太多 他又常常叹了口气 如今那些门派十年内的弟子 就有不少 比我们星河剑派入门三十年的弟子强 而且 岁玉大会上 他们还会派出真传弟子 前往作证 可想而知 星河剑派的结果会是怎样 难怪会连续七次岁玉大会 都得倒数 也难怪星河剑派的各大宗主 长老们 都选择对内自欺欺人 陈锋心中暗动 看向尹浩然 你还知道什么吗 什么 尹浩然没明白 陈锋指的是什么 陈锋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看上去比较自然 随便什么 或者 关于御须先门的事情也行 只不过 尹浩然摇了摇头 我所知道的 也就这些了 看着尹浩然的反应和神色 陈锋的心也不禁沉了下来 既然星河剑派已经选中他作为这次岁玉大会的代表 乌老头又让他尽可能去夺得那魁首之位 这就意味着 此次的岁玉大会 绝对不会简单 他要面对的未知强敌 会有许多 到目前为止 陈锋甚至无法确定那些最强的参赛弟子究竟会有多强 忽然 尹浩然停了下来 他转身面向陈锋 双手抱拳 事情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那么 我就先行到辞了 陈锋的思绪 陡然间被拉了回来 他这才意识到 不知不觉间 他们已经绕了一圈 又回到了天玄剑宗 此时此刻 只剩下江云西 还等在原地 其他围观的众弟子 早已陆续散去 陈锋看向尹浩然 随口一问 你要去哪里 本是随口一问 也没指望尹浩然真的回答 但 陈锋自己都没想到 尹浩然居然正儿八经地给予回复 我要去青丘山脉 那里有一处 名为剑神荒丘 很是适合物件修炼 这个回答 当时吸引了陈锋的注意 他看向尹浩然 有何特殊之处吗 尹浩然就跟江云西所介绍的一样 是个十足的武痴 若是换了别人 陈锋这个问题 可能会显得很冒犯 但在他这边 根本算不得什么 他不仅半点不藏私 甚至在介绍起来的时候 神情还有些激动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传闻 当年有一个势力 便是发迹于那里 骤然崛起 占据那里 几千上万年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四十四章 青丘山脉 剑神荒丘 那个势力叫什么 已经不甚清楚了 毕竟 那个门派实在算不得打 但就是这么一个 不算起眼的门派之中 却连续出过好几位剑神 听到此处 陈锋顿时心中一动 剑神 首先要是星魂武神镜的顶尖强者 其次 还要剑法通神 出神入化 远胜过一般的星魂武神镜 如此 才可称为剑神 一个不算大的门派里 接连出现好几个剑神 这样的事情 放在现在的顶级门派中 也是相当震撼的 尹浩然的声音 继续传入她的耳中 那几位剑神 每一个都精彩绝艳 风投无二 陈锋看向她 那后来呢 听到此话 尹浩然的神情略微一变 后来 那个门派消失了 消失了 一个出过几个精彩绝艳的剑神的门派 不仅不知姓名 更是一反常态 消失了 这太诡异了 即便是旁边的江云熙 也被这个结局 微微促起了戴霉 不过 尹浩然画风一转 门派虽然消失了 但是留下了一个剑神荒丘在那里 我听闻有不少人前往那里 静修参悟 据说都颇有所得 近日 我刚从剑神荒丘有所顿悟 打算再过去物件修炼一段时日 听到最后这番话 尹峰心动了 他看向尹浩然 可否带我一同前往 听上去 那个剑神荒丘 对他而言 也有极大的好处 尹峰心中明白 他的身上 有很多不能暴露 比如太上神魔化龙爵 大巫神体等等 但 这次岁遇大会 显然比他先前想象的要艰难许多 届时 注定会有无数强者 要想在那么多强者中 立于不败之地 那势必需要增强他的常规手段 先前的任务世界中 他又获得了一批神通本源 看来 要在青秋山脉中 再回苍穹之巅一趟 把太上朱天刀阵顿武 尹峰心中暗想着 太上朱天刀阵总共有三层 先前 尹峰已经成功掌握到了第二层的巅峰水平 这次顿武过后 这项神通就能彻底突破了 尹峰始终记得 那一把纯粹的杀戮之刀 横跟时间长河 跨越生死 在突破到第二层的时候 一刀挥去 便是一个小轮回 它的最高层 能有何等恐怖的气息 尹峰光是想想 灵魂深处 就已经开始激动起来 到时候 彻底掌握的太上朱天刀阵 配合我现在的实力 定能成为全新的一大杀招 想到这 尹峰更是迫不及待 准备前往那个剑神荒丘 尹浩然点点头 两人当即准备离开 尹峰 忽然 一直静静站在旁边的江云熙 开口喊住了她 尹峰转身看她 对上的却是一双依依不舍的眼眸 江云熙什么都不需要说 光是这一双水雾阴阴的眼眸 足以道尽一切 原本的新潮澎湃 在此刻忽然折服了起来 尹峰挥了挥手 我会尽快回来的 说完 转身随着尹浩然 消失在了江云熙的视线之中 现在还不是可以放松下来的时候 遂于大会强者诸多 要想获胜 尹峰只能拼尽全力 就这样 两人急速飞行了一天一夜 终于 远远看到了绵延连根的巨大山脉 那条山脉实在是太过巨大了 自地面上凸起而高耸 远远看去 就像是来自远古时期的巨人 正匍匐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之上 而最中间高耸如云的长长一条山峰 就像是一节又一节的几两谷 那便是青秋山脉 尹浩然开口道 跟我来 说着 他的身形便是骤然下沉 像是扎了一个猛子 直朝着地面冲去 很快的 尹浩然就明白尹浩然的这个举动是为何了 这片连绵的青秋山脉之中 有着一种奇怪的吸引力 在这股奇怪的吸引力作用下 他们只能贴地飞行 尹浩然指了一个方向 前面就是剑神荒丘了 你自行过去即可 尹浩挑眉 扭过头来看向他 你不去吗 尹浩然指了指令一个方向 剑神荒丘里的建议 我短时间内难有精进 这次过来 失去闭关感悟 尹峰点了点头 两人很快分道扬镳 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行 很快 他就进入了青秋山脉之中 周围寂静 幽屁 除了郁郁葱葱的植株之外 方圆百里 都没有第二人的气息 尹峰心中微微一动 比起到了剑神荒丘 再回苍穹之巅 现在的环境 似乎更适合一些 他停了下来 当即寻了一处偏僻无人的地方 天道主宰 我要回归苍穹之巅 脑中话音刚落 瞬间 青光迅速将其包裹 尹峰的身影迅速淡去 消失在了这个玄黄中千世界 只不过 就在他回归之时 忽然 来自天道主宰浩大的声音 在尹峰的心底 骤然乍响 检查到此玄黄中千世界 有苍穹之巅 顶级大能的遗留血脉 疑似天选之人 若能将其带入苍穹之巅 将有极大奖励 浩大的声音 一如以往的波澜不惊 无喜无悲 说完之后 更是陷入了沉寂 但 陈峰的心中 却是猛的一阵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听到 天道主宰的这个提示了 苍穹之巅顶级大能的遗留血脉 陈峰已经确定了 就是钟离姚晴 天道主宰连续两次在他回归的时候 给出提示 这很不一般 看来 把钟离姚晴带进苍穹之巅的事情 确实该提上日程了 这么想着 再次睁眼 陈峰已经回到了北斗福地 刚一回到北斗福地 陈峰直接前往自己的住处 开始闭关 上次任务完成后 手中的神通本源又累积了不少 陈峰一闭关 就取出了十枚神通本源 没有再犹豫 直接烙印在了他的太上 朱天刀阵之上 就在这十枚神通本源 烙印在太上朱天刀阵上的瞬间 陈峰只觉得浑身舒畅无比 不用经过修炼 没有任何过程 不必等待良久 更是无需耗费心神去领悟 免去了一切麻烦 下一瞬 他便能感受到那十枚神通本源 瞬间被太上朱天刀阵吸收 本章完 第5145章 踏入第三层 太上朱天刀阵突破 嗡 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嗡鸣 陈峰的体内 一股参天刀意 直接蹦射开来 在他的身后 即刻出现了一把遮天蔽日 顶天立地的巨大长刀虚影 长刀一面黑 一面白 几乎凝聚成实体 但又看着很虚幻 仿佛时间长河 在其周围流淌而过 但是 随着十枚神通本源的吸收 无尽刀意透天迷地 瞬间笼罩了周围 49道黑白相间的刀器 肆意开来 自行化作一个巨大刀阵 随后 周围杀器都在不断颤抖 暴涨 一时间 陈峰的住处内 一半是如墨的黑 一半又是璀璨的白 生与死的轮回之意 自那柄黑白长刀之中 不断透发而出 即便是陈峰自己 也感觉到遍体生寒 浑身都在颤抖 肆虐的杀器 以他为中心 疯狂旋转着 扩散着 无尽刀器 甚至透出他的住处 直接扩散到了远方 附近所有北斗浮地的人 在这一刻 都感受到了 惊天的刀器 与杀意 那种感觉 不仅是从虚空中 扩散而来 同时更像是 直接刺激到了 所有人的心神 即便是不远处的 玉恒仙子 也脸色顿便 看向尘封所在的方向 那一处 黑白光芒几乎压抑不住 直透云霄 即便是他 此时此刻 也自心底 生腾起了一股恐惧 那种巨异 就像是与生俱来的 下意识 想让所有人臣服 时间 空间法则的交融 更有着生死轮回之意 玉恒仙子本身 就对时空法则 有超乎常人的能力 在这一刻 他感知到之后 更是直接朝着 尘封所在的方向赶去 与此同时 尘封已经进入了 一个极为玄傲的状态 他浑身都在轻微站立 原本成型的刀阵 此刻正在不断变化 随着刀阵的不断变化 杀气 刀气直直上升 拔高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程度 无尽的星辰之力 疯狂涌入太上 诸天刀阵之中 瞬间 气息冲天起 四十九刀器 不断在变大 直接挤爆了尘封的住处 黑白光芒 彻底照亮了 附近的一方环宇 一时间 整个北斗伏地内 只见这两道黑白之气 恐怖的威压 如狂狼潮涌 疯狂肆意而出 刚靠近的玉恒仙子 不得不出手 展开双臂 迅速将这方 虚空的暴虐气息隔断 不然 怕是整个北斗伏地 都会如他先前一般 再次遭到天翻地覆的破坏 尘封双目紧闭 精神不断沉浸在 太上诸天刀阵的变化之中 长刀之上 一面生 一面死 而后 生死开始隐隐交融 编入太极八卦一般 逐渐旋转着 融合在了一起 尘封能够感觉到 先前那种微妙的生死融合 变得愈发强烈而稳定 长刀周围 再次变得虚幻起来 同时 自他周围 更是诡异地焕发出光芒 璀璨夺目 气势磅礴 只不过 这光芒格外玄妙 黑白生死同时存在 即便是尘封 顿时双目仿佛失明一般 一下子坠入了无尽深渊之中 但 同时又仿佛出现了一轮大日 耀眼到双目不可控制地流下泪水 伴随着这种诡异的感受 杀气暴涨到了巅峰 而后竟然开始迅速凝练了起来 漫天肆意的光芒 刀气 杀意 统统朝着尘封收缩了回去 他身后的那把巨刀 也停止暴涨 反而开始缩小 不知过了多久 尘封的脑海之中 忽然出现了一些信息 下一秒 他不可自控地激动了起来 太上诸天刀阵 正式突破 进入第三层 不仅如此 跟上一次 突破天地反复轮回天宫第三层不一样 这一次 尘封有足够的星辰之力 和星魂强度 他骤然睁开双目 右手向上一抓 一把实质化的长刀 就被他握在了手中 这把长刀 看上去竟是又恢复成了普通长刀大小 尘封垂眸看去 这把长刀中线上 泛着银灰色的寒光 依然是一面灿白 一面墨黑 但 随着尘封的意念移动 长刀周围 七七四十九到真实的虚影 环绕在了他的周围 随着尘封的力量不断涌入 四十九道刀翼虚影 彻底实质化 这一刻 以尘封为中心 他成了这座太上诛天刀阵中最锋利的刀翼 四十九道刀翼蹦射出无尽的杀戮之意 围绕着尘封不停旋转 一股磅礼的大力如沐海狂涛一般 以他为中心向着寺外汹涌澎湃而去 这一瞬间 天地仿佛定格 周围沉浮着的碎线 陵墓等等 全部静止 不得动弹 四十九道刀翼围绕着尘封 旋转得越来越快 最后竟是以他为中心 化作一片黑白大雾 刹那间 所有刀翼一起向着尘封扑去 所有刀翼虚影都跟他的身体重叠在了一起 彻底脸入他的体内 远处的玉衡仙子 瞪大了美目看着尘封 就在所有刀翼融入他体内的瞬间 尘封的身体迸发出了一道巨大的黑白刀翼 一股令他震撼的气息 自他体内散发而出 浩瀚的力量波动 震荡 这一刻的尘封 身形未变 却仿佛一下子高大起来 宛如抚养天地的远古巨人 给人一种沉重的压迫感 即使是身为苍穹仙徒的玉衡仙子 竟也感受到了一股窒息般的感觉 嗡 下一瞬 尘封睁开了双目 他的左眼一片漆黑 看不到丝毫眼白 如同黑洞一般 宛若地狱深渊 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暴虐的毁灭气息 自其中暴射而出 在空中化作漠黑的刀翼 而他的右眼一片灿白 蹦射出无尽生枝气息 目之所及 竟使几乎枯黄的草木 迅速焕发出绿意盎然 但下一刻 又不断缩小 最终泯灭在了虚空之中 竟是灌入太多生枝气息 直接倒回到了种子 甚至种子之前 那便是虚无 又过了许久 尘封再次避紧双目 手中紧握的十字化长刀 也消失不见 再次睁眼的时候 他的双目 已经恢复成正常状态 尘封抬头 对上了远处的玉恒仙子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所有恐怖的气息 尽数脸去 玉恒仙子 降落到了尘封面前 眼中依然透着惊诧 本章完 第5146章 如何接引 扬言神草 短短时日不见 你的实力又有突破 着实让人心中震撼 尘封心中 同样欣喜无比 在太上诸天刀阵 突破到第三层的时候 他没有停下 反而再继续领悟 方才 便是第三层的精髓体现 以身化道 目之所及 刀阵迅速锁定目标 生死便随尘封掌控 不仅如此 当所有刀翼 连露他的体内的时候 他与手中的黑白长刀之间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联系 那一刻 他就是黑白长刀 黑白长刀就是他 尘封有一种自信 现在的他 搭配上太上诸天刀阵的完全释放 足以与新魂武神镜第八重楼大城的高手 不相上下 甚至 还要更强 对了 尘封看到玉衡仙子 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看向一身红衣如火的玉衡仙子 玉衡姐姐 我有一件事 想向你请教 尘封把前后两次天道主宰 关于钟离姚秦的提示 简单与玉衡仙子讲述了一遍 是玉衡仙子 把他接引进苍穹之巅 在这方面 他的经验比较丰富 听到尘封所言 玉衡仙子 已经从先前的震撼之中 恢复到了平日的状态 他垂眸 面色有些异常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尘封能够感受到 这件事情 好像并不如他 所想那般简单 你现在还不能把它接引进来 听到玉衡仙子的这个回复 尘封并没有太多的意外 玉衡仙子 对上了尘封的视线 摇了摇头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不是给那人一块空白轮回玉牌 就能搞定的事情 听到这 尘封眉头一蹴 不是这样吗 玉衡仙子笑了笑 你未免也把剑影想得太简单了 他顿了顿 开始解释起来 你要知道 苍穹之巅的运行十分复杂 而天道主宰的旨意 是讲究天道轮回 万法自然 若是在这时 突然间一个外人 进入苍穹之巅 后果不堪设想 不仅那人会重伤 甚至被直接抹杀 就连你这个始作俑者 也会受到牵连 听到这 尘封明白了玉衡仙子的意思 也就是说 要想接引进入苍穹之巅 还得让苍穹之巅 也做好准备 一切需得自然而然地发生 而不是生硬的接引 玉衡仙子点了点头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暗中给那人设计一些事件 让他在无意中 与苍穹之巅 逐渐产生联系 尘封懂了 顺其自然 不要刻意抢求 他垂眸 思考了许久 最后抬头 冲着玉衡仙子 抱了抱拳 多谢 接着 他再次开口 重新进入玄黄中千世界 消失在了北斗福地 玉衡仙子见他匆匆而来 又匆匆离去 他看着尘封消失之处 神色似有所感 尘封的实力进步 到了一种连他都震撼的程度 恐怕 再过不久 他甚至能超越我 超越苍穹之巅中 绝大多数的苍穹仙徒 而尘封这边 已经重新出现在青丘山脉之中 现在的他 掌握了太上诛天刀阵第三层 气息更是不同往日 在突破进入第三层之后 原先的刀翼 似乎有很大的变化 仿佛弱化了刀 强调了翼 低声呢喃着 尘封抬头 看向剑神荒丘的方向 刀翼与剑意到了一定程度 两者便可相通 此时 他便感受到了这一种感觉 即便是剑意 他也能有所感悟 尘封宁神 朝着剑神荒丘的方向 迅速贴地飞行 按照尹浩然先前所指引的方向 尘封朝前挺进 很快就深入青丘山脉之中 不觉已深入千里 就在这时 他四散的神识之中 出现了一群人 大小剑 我们已经深入山脉千里了 却都不曾见到扬炎神草 这里 真的存在扬炎神草吗 说话之人的穿着打扮 显然是一个护卫 这样的护卫还有不少 尘封从他们身上的一个纷繁纹路中 迅速判断出 这应该是一个家族的护卫 正好 这个家族 尘封有所耳闻 斯嘉 在众星之城 也是个大家族 而他们紧紧包围着的 是一个曼妙的少女 少女身形拼蹄鸟挪 一身锦衣华服 飞富极贵 按照尘封所知 斯嘉嫡女名为斯孟涵 也是少有的天才 想必便是眼下这位少女了 只不过 现在尘封关注的 倒不是少女如何 吸引他注意力的 是他们 方才所说的一样 天才地宝 扬炎神草 尘封心中微微一动 他忽然想到一事 身形当即停了下来 翻手 取出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自从在上个任务世界中 得到了这个白鬼夜行轮回真经之后 尘封都还没来得及去仔细查看 上次有过匆匆浏览一遍 此时突然想起来 也是因为 他依稀记得 白鬼夜行轮回真经之中 好像也提到过 扬炎神草 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是从白鬼夜行 招魂真经之中领悟出来的 虽然比不过白鬼夜行 招魂真经 但却有自己的神意之处 那便是 修到一定程度 也能让下界生灵 进入轮回 进入施法者所在的世界 不仅如此 只要施法者修为足够 甚至 能让重入轮回之人 保留一些前世的记忆 尘封先前将这白鬼夜行 轮回真经搁置一旁 主要便是因为 当时的实力 还远远不足以 实施这一切 但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 尘封心中复活亲友的念头 也愈发强烈起来 他不仅仅是要让他们复活 更是要让失去的亲友 重入轮回 进入起点更高的 玄黄中间世界 如此一来 重生的亲友们 不仅能保持着前世的记忆 更能拥有更好的天赋 修炼起来 事半功倍 尘封翻开 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迅速品读起来 很快 他就看到了 扬言神草的字眼 要实施轮回 首先需要施法者的实力 超越武神 其次 必须找到 合适的轮回母体 用以盛放 重入轮回的魂魄 在这之后 便是要布置一个 轮回九转大阵 以尘封目前的能力 还远远不足以布置 这个轮回九转大阵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四十七章 八品妖神 邪悦无剑朱 而且 这个轮回九转大阵中 同时需要不少珍惜天才地宝 担要资源等等 常常一串名字之中 扬言神草正在其中 看到这 陈锋不仅叹了口气 看来 确实该从现在开始积攒了 说完 他将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收回轮回玉牌之中 朝着那位思佳小姐走去 思佳大小姐 今日简单挽了个发迹 她虽然看上去 只是个二八少女 但身形曼妙 早有清澄之色 尤其是唇红齿白 带眉明眸 言行举止之间 蕴含着一股清善气息 煞是好看 到了这个境界实力 女子的容颜 自是少有普通的 陈锋上前 同时释放出自己的些许气息 什么人 思梦寒第一时间察觉 朝着陈锋的方向看了过来 瞬间 周围的所有护卫 齐齐爆发出全盛气息 各个叙事待发 随时准备对着陈锋出手 杀气十足 别误会 我没有恶意 陈锋摊开双手 指住脚步 微微一笑 主动展露自己的意思 我方才路过此地 听闻你们在说扬言神草 刚好 在下也需要一些扬言神草 这才冒昧打扰 想问这位小姐 可否告知扬言神草的下落 思梦寒上下打量着陈锋 一双桃花眼中满是警惕 我也不知 你也还是别靠近了 陈锋停下脚步 心中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他看向思梦寒 尽可能脸去凌厉的气息 释放出柔和之意 我只是问问 并没有抢夺之意 话虽如此 但陈锋心中 却感受到了一丝奇怪 面前的思梦寒身上 透发出的气息 莫名地让他感到清静 这种奇怪的感觉 与江云西血脉感应 有些许相似 但又没有那么明显 至少 面前的思梦寒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反应 而正是这股 稍显清静的气息 让陈锋下意识 感受到清善 他打量了一圈 那些护卫们的修为实力 最高也不过 新魂武神境第七重楼巅峰 这样吧 我可以与你们同行 一路上保证你的安全 等寻到扬言神草之后 我也不会强取豪夺 只不过 看思梦寒的反应 眼中警惕之意更甚 甚至 打量陈锋的眼神之中 明显感受到了一丝怀疑 不必了 我有护卫庇护就足够了 思梦寒拒绝得相当干脆 看他的样子 丝毫没有把陈锋的话当真 完全把他看成一个心怀不轨之人了 面对这样干脆的拒绝 陈锋心中苦笑 但也懒得再说 虽然自己一片好心 但多说无意 那好吧 我就不打扰了 陈锋双手抱拳 转身就要离开 忽然 这个时候 他的脚步一顿 体内杀气骤然爆发而出 身后思梦寒和家族护卫们 当即脸色齐齐一变 陈锋释放出的威压 远在他们之上 这是要袭杀了吗 就连思梦寒的翘脸上 也露出紧张与战意 随时准备朝着陈锋全力出击 然而 不等他们出手攻击 前方远处的密林深处 忽然闪过一道雷霆般的墨绿色光芒 八品妖神 邪悦无见诛 护卫之中 有人当即惊呼起来 顿时 连思梦寒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眼中出现明显惊惧之意 邪悦无见诛 通体墨绿 一排大小不一的眼眸之中 闪烁着的光芒 也是极深的墨绿色 普通邪悦无见诛 身形舒张开来 可以有数十米长 但是 它的主体并不大 主要靠八根猪毛细长灵活 能够在不同环境之中 身形依然飞快移动 它们经常隐秘在密林深处 单独行动 可 单独行动并不代表容易对付 邪悦无见诛的移动速度奇快 通常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瞬间出现 而后 用它尖锐 刚硬的猪毛 瞬间将人从头刺穿 若是侥幸能够避开猪毛的穿刺攻击 它还会甩出墨绿色的蛛丝 邪悦无见诛的蛛丝 不仅有极强的粘性 更有相当腐蚀性 一旦被它的蛛丝缠住 不仅身形难以逃顿 肉身和精神力都会受到腐蚀 因此 不管是肉身强大之人 还是精神力强大之人 都是不怎么希望 在密林深处 遇到这种邪悦无见诛 斯梦涵这次深入青秋山脉深处 之所以带上那么多家族护卫 主要也是提防遇到邪悦无见诛 此时此刻 只见那几乎看不清诛毛的移动之下 邪悦无见诛境直朝着他们的方向冲来 然而 就在此刻 包括斯梦涵在内的众人 忽然眼前仿佛失明了一般 像是坠入无尽深渊 周围一片漆黑 但同时 又好像被璀璨灿白的光芒包裹 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 恐怖的杀戮气息将众人瞬间笼罩 斯梦涵惊恐地发现 他的身形忽然动弹不得了 绝对碾压的威压 以及过于强大的杀气 让他的身心 奇奇剧烈一阵 下一瞬 只听得一声巨响 随后 便是众物倒地的声音 绝对震慑的气息 和诡异的黑白光芒 瞬间焕然消散 斯梦涵的视线 恢复了正常 他一睁开眼睛 就被面前的画面 再次惊骇了 偌大的一只邪悦无剑猪 倒在了那个背对着 他们的年轻男子面前 肩不可摧的八条猪毛 居然被切成了一截一截的 散落了一地 仔细看还能发现 那些切口 定是被某种锋利的刀剑劈断 可怜的邪悦无剑猪 甚至连蛛丝都来不及喷吐 直接被对半切割成了两半 倒在了地上 墨绿色的血流了一地 场面极其震撼 再看陈锋 仿佛从头到尾都不曾动弹过 手中也空无一物 发丝丝毫不乱 就好像 那头邪悦无剑猪 根本不是死于他之手 只是在冲到他面前的时候 自动分解成一堆尸块而已 陈锋侧身 看上去神色如常 似乎是察觉到身后众人惊骇的视线 他转过头来 淡淡看了他们一眼 而后 未曾理会 只是朝着剑神荒丘的方向迅速离开 只留下思梦寒一行人 停在原地 本章完 第5148章 领悟 剑神荒丘的奥义 他们还久久难以 从刚才发生的那一幕中 缓过神来 陈锋又朝着密林深处 持续挺进 终于 在第二日 他终于从密林中走出 视线豁然开朗 陈锋远眺 便看到了尹浩然所说的剑神荒丘 前方居然漂浮着一片群山 一座座的巨大山峰 大小不一 高低不同的悬空沉浮着 不仅如此 这些巨山的形状 更是奇特无比 每一座竟然酷似人形 而且 总感觉这些人形 有些奇怪 陈锋仔细辨认 很快心中忽然有所顿悟 当即想到了什么 顿时瞳孔咒缩 那些山峰的人形模样 无异相同 但 每一座都仿佛一个人 在做着不同的动作 那些动作 竟像是某种剑术 而且 每一个动作 都透发出某种事 每个动作 居然自成一招 不愧是剑神荒丘 此时此刻 陈锋的所有注意力 都集中到了那些群山的形状之中 他很快就把那些山峰的动作 全都映入脑海之中 金色的精神世界中 很快便有金色精神力 按照那些动作 开始模仿着动了起来 从一个动作 连到下一个动作 中间牵连出来的动作 不论如何 都会自然而然 透发出一股剑意 陈锋几乎没用多少时间 就把群山的动作 都在精神世界中过了一遍 越是熟练掌握 他的心中 就忍不住澎湃起来 就在这时 陈锋心中似有所悟 当即身形移动了起来 他围绕着漂浮群山 顺时针方向迅速飞去 越看 陈锋的双目之中 光芒越强烈 随着他身形移动 群山呈现出来的动作 也在变化 而新的动作 又是新的一招 就这样 陈锋不断停停走走 转了一圈之后 终于把所有招式 都熟记于心 当真正完整的一套动作 做下来的瞬间 陈锋双目 迸射出光芒 他脱口而出 不愧是剑神荒丘 太玄妙了 这剑神荒丘 利用群山立体的形象变换 竟然将完整的一套剑术 隐匿其中 漂浮群山所展示的每个动作 并不复杂 但 正是那些看似挺简单的动作 却是画繁为简的一种展示 陈锋的悟性极佳 几乎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便领悟出了 这些招数中的精妙之处 这些招数 即使放在我的太上珠天刀阵上 也能发挥出极大的威力 他低声迅速自语着 心情相当激动 然而 激动过后 陈锋又很快冷静了下来 他不断看着群山的动作 感受着剑神荒丘 透发出来的剑影 渐渐地 他的脸色缓缓沉了下来 不对 陈锋心中 纵是再怎么不愿相信 却还是不得不承认 这套剑术 存在一个问题 一个极大的问题 那就是 剑神荒丘的剑影 偏向于阴柔凶狠 与他一贯的霸道和强硬 并不符合 而且 陈锋总感觉 刚才感悟的剑术 虽然相当精妙 但 总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 他收回了视线 看向群山的周围 很快 陈锋绕着群山观察 终于在不远处 看到了一个正在练剑之人 此人展示的剑术 正是群山展出出来的剑术 陈锋一眼 便判断出 此人在剑术方面 相当有悟性 甚至比他都更上一筹 同样一套剑术 在那人的手中 剑招肉眼可见 变得越来越强 一剑破光阴 周围的虚空 甚至都被隐隐带动 微微震战起来 再一挥剑 竟是带动了虚空 直接形成了两道飓风 破坏力极强 但 陈锋留意到 那人的面色 并没有丝毫欣喜之意 看来 此人也察觉到了 不对劲的地方 能够感悟出这套剑术 并不算特别困难 能将这套剑术 发挥出如他这般的威力与气势 也不算特别罕见 但 不管他怎么熟练掌握这套剑术 都无法彻底将这套剑术与自身相容 无法与自身的感悟相容 无异于是最大的瓶颈 这意味着 自己无法彻底领悟这套剑术 只能套用 无法彻底掌握 而只能套用的剑术 便没有发展的空间 一套没有发展空间的剑术 就算再怎么玄妙 再怎么强大 对于修饰而言 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看到这个修饰的反应 陈锋心中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感悟 他再次看向前方的漂浮群山 眉头紧锁 既然是剑神荒丘 他留下的底蕴 应该不会 只有这一套难以化为己用的剑术而已 陈锋回想起尹浩然的话 尹浩然是个武痴 常年复健而行 想必对于剑术的感悟能力 也不会弱到哪里 以他之能 定然也能察觉出 这套剑术的不对劲之处 但 即便如此 尹浩然还是说了 不少人在这里 都颇有所得 看他的样子 也是有所感悟的样子 说明 除了这套剑术 定然还有别的东西 甚至于 这套剑术 说不定只是最为皮毛的东西 用来迷惑 没有什么悟性的修饰而已 陈锋不断变换身形 围绕着 那片漂浮的群山 持续观察着 突然 陈锋心中一动 既然环绕着漂浮群山 可以通过不同角度 发现不同的画面 那么 如果再换个角度呢 这么想着 陈锋的视线 直接朝着这片 漂浮群山的最顶端看去 方才 绕着这片漂浮的群山 好几圈 他却是有所发现 这片漂浮群山 共有三百六十座山峰 也不知道是有意 还是无意 却暗合大周天之术 而这三百六十座山峰 每座山峰都是独立的 每一座 无一不透发出 阴柔凶狠的剑意 很快 陈锋随意挑了一座 最近的山峰 来到了最顶端 就在他刚站到 这座山峰的顶端时 忽然 一变突生 他的怀中 忽然光芒大盛 陈锋垂眸一看 面色陡然一变 眼中更是露出 不可思议的眼神 一直沉寂的某物 居然自行出现了 那是一株高达一米的 青铜月桂树 这株青铜月桂树 精美无比 树干约有手臂般粗细 上面分出七条树枝 每根树枝上面 都有若干树叶 雕饰极其精美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四十九章 青秋狐足的关联 领悟建议 而在这株青铜月桂树的顶端 更是雕刻着一轮圆月 这轮圆月的明暗之处 每一片树皮的缝隙 每一片树叶的脉络 全都微妙微小 细节做到了极致 更不用说 这株青铜月桂树体内 更是持续散发着一股 庞大至极的气息 它怎么会忽然出现 陈锋经了好久 这是他还在龙脉大陆的时候 青铜湖族送给他的青铜月桂神术 这么久过去了 这株青铜月桂神术都不曾有过异动 没想到 居然会在今天忽然自行出现 等等 青铜月桂神术 青铜山脉 陈锋心中 某种猜想油然而生 不过 现在不是他猜想那么多的时候 很快的 一边又发生了 只见这株青铜月桂神术不仅自行出现 更是自动漂浮起来 最终停在了陈锋的头顶之上 自他体内 忽然光芒大放 那些光芒将陈锋笼罩其中的同时 更是瞬间照入陈锋此刻脚下踩着的这座山峰之中 几乎在同一时间 陈锋忽然感觉身形一晃 但 他很快意识到 这种晃动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哄 不断有巨响 自脚下响起 陈锋所站的这座山峰 竟是陡然晃动了起来 热大的山峰边缘 不断有巨石滚落 尤其是山峰的最中心 似乎有某种巨响不断响起 动荡极大 陈锋脸色微变 几乎站不稳 但 正当他准备带着青秋月桂神术 离开这座山峰的时候 忽然 陈锋的脚步停了下来 他猛地低头 看向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地 原本以为只是简单的山峰瓦解 但好像并非如此 自脚下踩的大地之下 无尽剑意涌动 竟是开始缓缓进入了陈锋的体内 而这一次 那些进入 他体内的剑意 与先前透发出来的阴柔凶狠 完全不一样 陈锋可以确定 这两者绝对不是同一种剑意 这种剑意 更为纯粹 恰好适合他 甚至可以说 这些涌入陈锋体内的剑意 更主要的是一种意 已经不再拘泥于剑 还是非剑 万法相通 便是放在刀上 也能完美体现 就是完全纯粹的 没有任何属性的剑意 这让陈锋在惊讶之余 更是无比惊喜 果然 剑神荒丘 绝对不止先前看到的那一套剑术那么简单 这一刻 陈锋几乎可以确定 先前看到的那套剑术 就是个幌子 真正的精华 应该就是深藏于山峰之内的这些剑意 想到这 陈锋的视线不仅看向周围 不见得 只有他所在的这座山峰 隐匿着这些特殊的剑意 很有可能 每一座山峰之内 都有汹涌的剑意 陈锋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他相当振奋 真是万万没想到 青丘月桂神术 居然会与这片剑神荒丘有所感应 恍惚中 他心中又逐渐浮现出了一个结论 这片青丘山脉 尤其是这片剑神荒丘 可能与青丘湖足有关系 至少两者都明青丘 再加上青丘月桂神术的反应 说是凑巧 实在不可信 脚下踩着的山峰 还在不断向陈锋体内 涌入剑意 很快 陈锋就将全身心投入其中 开始吸收这座山峰的剑意 青丘月桂神术 悬浮于陈锋的头顶之上 光芒将它笼罩 再投入下方的山峰 待最后一道剑意 被吸收殆尽之后 陈锋骤然睁开双眼 居然已经过了一天一夜 光是吸收一座山峰的全部剑意 就耗费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 但 还不够 陈锋能够感觉到 体内的剑意 正在不断与太上诛天刀阵产生感应 吸收入体内的剑意 实在是玄傲无比 他们甚至像是 有自己的思想一般 不断在他的体内自行演化着 光是感受着他们的变化 以及那股纯粹的意 陈锋的心中 就仿佛有一层朦胧的纱布 被缓缓扯落 关于杀招和对太上诛天刀阵的掌握 他似乎又有所明悟 可是 陈锋能够明显感觉到 尽管已经吸收了整整一座山脉的全部剑意 可是他的体内 似乎还有空间 远远没有到充盈的程度 陈锋当即看向 离得最近的一座山峰 伸手 一把抓过悬浮于头顶的青秋月桂神树 直接一个飞跃 朝着附近的那座山峰冲了过去 果然不出陈锋所料 当他来到第二座山峰的最顶端的时候 光芒洒落在了他所站的地上 这一座山峰 也如先前一样 忽然开始震战起来 很快 周围虚空似有隐隐波动 又是一股纯粹的剑意 自脚下不断进入陈锋的体内 这股剑意 跟上一座山峰里面的剑意 一模一样 两者同源本宗 对于这样的结果 陈锋内心欣喜若狂 当即冷静下来 再度疯狂吸收起来 又是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 第二座山峰内部的全部剑意 也被陈锋吸收殆尽 还不够 陈锋透发而出的气息 变得愈发凛利 每吸收一座山峰的剑意 他的心中 关于太上诸天刀阵第三层的感悟 就更深刻一层 他有一种预感 说不定再吸收下去 他就能大体上掌握太上诸天刀阵第三层 就这样 陈锋再次握着青秋月跪神术 继续飞跃到了第三座山峰 第四座 第五座 很快 七天过去了 当吸收完第七座山峰的全部剑意之后 陈锋终于暂时停了下来 他能感觉到 关于太上诸天刀阵的感悟 已经到了极致 此时此刻 陈锋的体内 剑意涌动 无尽的银蓝色剑意 萦绕在陈锋的体内 随着陈锋的心神意念 他的双手并长成刃 银蓝色的剑意 几乎溢出体内 差不多了 陈锋当即开始盘歇而坐 当即开始第一步的领悟 剑神荒丘之内 蕴藏着的虽为剑意 但是到了这个境地 剑意与刀意相通 在陈锋有意识的引导下 冲银体内的无尽银蓝色剑意 不断转化为无上灵力的刀意 陈锋毫无保留 将所有转化而成的刀意 统统锻造 融入太上诸天刀阵之中 但是 当他把所有剑意 都转化为刀意之后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五十章 万刀归一 反扑归真 方才发现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转化的刀意 虽然很好地融入 太上诸天刀阵之中 可他对太上诸天刀阵的掌握 并没有感到显著地精进 他连续领悟了七日 连续尝试冲击了整整九次 可是没有一次令他满意 不对劲 肯定还有什么地方 是我没有注意到的 这么多刀意 不应该只有这样的结果 一时间 陈锋陷入了领悟的瓶颈 到了这个时候 即是没用的 他干脆直接停了下来 盘膝坐在原地 静默沉思了起来 脑海之中 陈锋将转化成了刀意 反复演练 不断尝试着找到突破口 进行彻底地融合 每次融合失败 他就全部推倒重来 就这样 整整三日的时间 陈锋一动不动地 盘膝坐在山峰之上 他的周围 实名实案 偶尔刀意锋利 杀气蓬勃 时而又没有丝毫波动 仿佛陷入了沉寂之中 究竟还有哪里是我忽略的 陈锋门心自问着 我已经把我所知的所有剑术 刀法 都尝试了一遍 可是 无意寻得突破口 他低声嘻喃着 眉头紧锁 忽然 陈锋陡然睁开了双眼 所有已知的剑术吗 不 还有一套剑术没有尝试 陈锋当即自原地站了起来 双目迸射出锋利的光芒 直直看向周围 我怎么会把这套剑术给忽略了 他不断扫视着周围所有山峰 脑海之中 所有山峰的虚影不断凝结 最终形成一道道的剑影 随后 在他的引导之下 统统化作无尽的刀翼 就在此时此刻 太上诛天刀阵产生了异动 一柄黑白长刀忽然自行出现 不断地在阵战着 站立着 就仿佛是感应到了什么更高一等的刀翼 看到这一幕 陈锋心中终于大喜起来 是我忽略了 这套剑术 并不是单纯的幌子 化繁为简的极高傲益 不就是为了万法归宗吗 想通了这一点 陈锋不由地笑了起来 他先前竟是糊涂了 这一点都没有想起来 白白浪费那么多时间 这一刻 他脑海中的刀翼不断变换着 陈锋一把抓住那柄黑白长刀 顺着群山形态演练出的那套剑术演练起来 就在他演练起来的瞬间 被吸收入体内的无尽银蓝色刀翼 竟是自发地涌向那柄黑白长刀之中 嗡 电光火石之间 陈锋心中仿佛有一扇紧闭的大门 轰然打开 他顿悟了 七七四十九道刀翼竟是自发 从他体内重新涌了出来 同时 手中的黑白长刀 忽然崩散 无穷无尽的银蓝色刀翼 不断涌入陈锋周围的刀阵之中 一时间 陈锋的周围光芒万丈 这些光芒 犹如一道粗大的光柱 直通九重云霄 并且 还在不断地扩大 当所有刀翼 全部涌入太上诸天刀阵中的刹那 陈锋的心中 仿佛心弦被忽然拨动了一下 脑海之中 一个感知自行浮现 太上诸天刀阵达到了巅峰 耀眼璀璨的光芒 渐渐褪散而去 原本营绕着的四十九道刀翼 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足足上万把长刀 每一把长刀 都如先前的黑白长刀一般 一面生 一面死 黑白交织 隐含着时间与空间的法则 杀戮之气 层层肆虐虐而出 直接形成了极为恐怖的气浪 横扫四周 下一刻 这上万把黑白长刀骤然间动了起来 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 齐齐冲去 哄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陈锋心中猛的一阵 万刀归一 反扑归真 上万把黑白长刀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柄全新的黑白长刀 刀光黄黄 耀眼夺目 直接刺破了笼罩在剑神荒丘之上万年的冰云 这样的动静 实在是太大了 此时此刻的剑神荒丘上 先前思梦涵和一干家族护卫 都感受到了 这震天绝地的动静 所有人齐齐抬头 看向尘封所在的方向 那里 一道耀眼的光芒通天绝地 刺破长空 思梦涵看着那道光芒 眼中神采灼灼 又有人在剑神荒丘有所感悟 可是 此人的动静未免也太大了 看来收获颇丰 护卫们看向尘封所在的方向 看着那样灰红的庞大动静 诸位心中也不由地血脉翻涌起来 就在此时 一变突生 轰隆 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 众人身体不受控制地摇晃起来 这种动静 即刻间就让诸位思家护卫警惕了起来 他们齐齐将思梦涵包围在其中 然而 下一刻 他们就意识到 这个动静并非来自四周 而是来自脚下 那声巨响 是来自脚下 之所以身形摇晃不稳 也是因为地面在颤抖 轰隆隆 巨响越来越激烈 连续不断地乍响来开 地面的抖动 变得愈发激烈起来 哄 一声极为响亮的巨响 在众人耳畔响起 下一刻 大队居然出现了一道极大的裂缝 而且不断朝着他们的方向蔓延而来 快 快走 所有人无不变了颜色 直接护着思梦涵 飞快逃离原地 但 很快 所有人惊骇地发现 不仅仅 只是他们所在的那一片山脉 出现了这样的一变 周围一座座山峰 也都摇晃了起来 在这一刻 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了 来自灵魂深处的悸动 异常不安的感觉 从心底深处生起 匆忙间 几个护卫无意中 远远扫了一眼远处 随后 他们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所有人的眼睛都瞪直了 直指着远处的无数群山 说话的声音都开始颤抖起来 剑神荒丘的所有山峰 全都在颤抖 话音未落 又是一声巨响自远处传来 轰隆 这一声巨响 不断乍响在众人的耳中 更是乍响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当中 只见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竟然出现了巨大的沟壳 要知道 两座山峰虽然临近 但之间也相隔数千里 而他们站在这座山峰之上 却能以肉眼清晰地看到 那座山峰上的巨大沟壳 可想而知 那道沟壳的程度 有何等令人惊骇 本章完 第5151章 赤鹰家族强者 清秋天见风意 更为恐怖的是 那道沟壳不断蔓延开来 随后 又有无数巨大的沟壳 纵横交错着出现 沟壳密布之下 无数巨石轰然坠落 声势浩大无比 最后 偌大的一座山峰 剧烈摇动了起来 巨大的枝嘎声响起 就像是这座山峰 在座垂死的挣扎一般 每一声惊天动地的枝嘎声 在无形中牵动了众人的心弦 没过多久 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沟壳越来越多 偌大的山峰 终于还是支撑不住了 哄 沟壳之处 巨石滚落 整座山峰彻底撕裂开来 整片漂浮群山 都仿佛要翻腾了起来 这座山峰只是个开始 紧接着 又是一座更为浩大的庞大山峰 同样想起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巨响 深邃 恐怖的沟壳不断出现 狂乱的密集出现 一时间 四面八方不断回荡着各种巨响 除了那道光彩夺目的刀芒 正在愈发强烈之外 就连这片环宇都黯然失色起来 巨响伴随着不断扩散的回荡声 加之变得昏暗的天色 愈发剧烈抖动的大地 这样的场面 仿如末日降临 狂风呼啸起来 密林之中 参天古墓不断倒伏 无数绿叶在巨风中被化为积粉 沙石被狂风卷起 万里浩瀚的天地间 这些细微的沙石 在狂风之下 速度极快无比 一时间 纷纷变成了 具有不少杀伤力的力气 斯孟涵的修为实力并不算高 在这些巨大的动荡之中 脸色都不由地变得惨白 家族护卫之中 有个别人注意到他的脸色变化 当即强行收敛心神 赶紧护送小姐离开此殿 这片天地 已经彻底乱了 然而 纵使周围早已天崩地裂 尘封手中的刀翼 却是 还在持续暴涨 不断提升 令人惊骇万分 尘封站在长刀之下 无尽狂风吹得他狂发四散 衣衫烈烈作响 他所站的山峰 同样也在崩溃 但 尘封的身形 依然稳如泰山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这时 耀眼的光柱冲天起 带动着惊人的刀翼 迅速蔓延而出 一瞬九千里 太强了 此刻的尘封心中 同样震惊无比 要知道 此时此刻 他能够感觉到 对于太上朱天刀阵的领悟 他还没有到终极领悟的程度 现在就能爆发出 如此惊人的气势 难以想象 等到完完全全掌握 领悟了太上朱天刀阵之后 这柄黑白长刀 会爆发出怎样的恐怖气势 刀翼肆虐而出 方圆几万里内 所有人都看到了 这一道惊为天人的刀翼 此时此刻 数万里之外的一个古朴 庞大的釜底之中 一位阴沟鼻的红脸白发老者 正在修炼 这里是玄黄中千世界的荒谷世家之一 赤阴家族的隐世之地 该老者正在凝神闭目修炼 但隐隐可见 他透发出的气息 极其强大 不愧是荒谷世家的高手 就在此时 老者心神陡然一动 精准地感应到了一道 来自远方的惊人刀翼 就在感应到 这道惊人刀翼的瞬间 老者竟是 当即退出了修炼状态 他双眸暴争 直接站了起来 双眸之中 更是当即迸发出 有如阴笋般的锐利眸光 怎么 老者的脸色巨变 不断感应着 那道惊人的刀翼 随后 更是不顾形象地冲出府内 他直接冲出府底 飞到了虚空之上 直直盯着远处的天空 万里晴空之上 一道惊人的刀翼 纵横万里而来 一如当初 老者脸色不断变换着 原本就偏红的脸色 此刻更是尤为赤红 随后 偌大的赤鹰家族 府底之上 就传来老者失声的大喊 封印要碎了 是谁 是谁引动了青秋天剑封印 老者的脸色不断变换着 难以看出他究竟是金还是喜 事实上 无数人口中相传的 关于剑神荒丘的事迹 他们赤鹰家族 是最为了解的 因为 正是当年的赤鹰老祖 联合其他几位绝代强者 一手造成了那个门派的消失 也正是因为他 才形成了如今的剑神荒丘 可以说 赤鹰家族对青秋山脉的了解 比所有人都要清楚 陈锋猜测得不错 这片青秋山脉 的确与青秋湖族有所关联 这片青秋山脉 正是青秋天湖一族当年的住处之一 而赤鹰家族与青秋湖族 世代为敌 当年 赤鹰老祖乃是超越了 星魂武神境的无上强者 在得知天湖一族的踪迹之后 他率领一众强者 来到那片青秋山脉 发现了当时 已经创建启门派的天湖一族 而天湖一族 每一代都会出现 一位青秋剑神 就像守护神一样 世代守护着青秋天湖一族 当赤鹰老祖率众人 来到青秋山脉之时 这里已经出了这么一位青秋剑神 接下来的那场大战 打得极为惨烈 瀑布断流 山脉崩断 天地失色 当年的赤鹰老祖 联合另外几大强者 试图以无上神通将其镇压 然而 那位青秋剑神 实在是太强了 他手持一柄青秋天剑 不仅将赤鹰老祖重伤 更是从几大强者的联手围攻之中 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当时的青秋剑神 不仅没有被镇压 反而将那几位强者 给镇压了大多数 青秋剑神 实在是太强了 尤其是他手中的 那把青秋天剑 更是锋芒毕露 威力无边 极为夺目 这让赤鹰老祖相当不甘 若非有这把青秋天剑 青秋剑神 未必能有这般恐怖的实力 于是 他卷土重来 设计了一场计划周密的偷袭 青秋剑神 最终还是栽在了赤鹰老祖手里 被他与另一位绝代强者联手镇压 后来的事情 正如后来的人所知 青秋山脉的那个不知名门派 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只不过 众人不知道的是 赤鹰老祖确实如愿以偿 得到了那柄寄予已久的青秋天剑 然而 正是这柄垂涎了许久的青秋天剑 差点反过来害死了他 青秋天剑 除了当时的青秋剑神 能够驾驭 以赤鹰老祖的资质和实力 不但无法驾驭 甚至遭到了强烈的反噬 本章完 第5152章 天崩地裂 无上刀意 后来 不管他尝试了多少方法 都没能收服这柄青秋天剑 最终的最终 赤鹰老祖在实在无奈之下 只好将那柄青秋天剑 分成360块 封印在了青秋山脉之中 而这 正是如今剑神荒丘 那360座山峰的由来 尽管如此 当时的赤鹰老祖 依然没有放弃 对这柄青秋天剑的寄予心 他无法驾驭青秋天剑 不代表别人不可以 因此 赤鹰家族从此坐落在了万里之外 也就是如今赤鹰家族所坐落的位置 在这里 赤鹰家族的人可以实时窥测 那处剑神荒丘 若是有人收服了那柄青秋天剑 他们就可以找寻机会 通过他人之后 收服青秋天剑 只是 剑神荒丘从被第一人发现到如今 那么多年过去了 始终不曾出现一个人 能够收服被封印的青秋天剑 直到今日 鹰沟鼻的赤脸老者 远远看着天边的异象 那熟悉的气势 锐不可当的杀气 他浑身都不可自控地颤抖了起来 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 哈哈哈哈 老者喜上眉梢 惊喜之意 简直异于言表 当即 他就冲向异象发生的地方 想要前去一探究竟 而此时此刻 剑神荒丘附近 那些匆忙逃离剑神荒丘 疯狂崩溃 裂开的山峰之人 此刻纷纷被眼前宛若 天崩地裂的异象惊呆了 不少人甚至被吓得脸色煞白 更有甚至直接失态地坐在了地上 众人无不心神俱颤 他们来到剑神荒丘 也有过不少次的经历了 从来没见到过 这样恐怖的阵仗 所有人的目光 在崩溃 阵战 军烈的山峰之中扫动 最后 纷纷停留在了 那一道通天彻地的刀翼之上 此时的陈锋 长发狂舞 立于阵战的山峰之上 他双目蹦射出耀眼的神芒 一如手中的长刀一般 气势磅礴 强大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体内 不断涌入太上诸天刀阵之中 这一刻 陈锋感觉浑身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突破 我还能突破 他大吼着 心神凝聚 目光尖锐无比 现在的陈锋 正处于一种极为玄傲的领悟状态之中 剑翼 刀翼 不管哪一种 都带有一网无前 大刀阔斧的无上攻势 这种攻势 同时也能带动人的心绪 这样的状态实在是太难得了 陈锋 绝不想就此浪费 下一刻 手中黑白长刀 静止向天而止 再次爆发出无上刀意 陈锋竟是打算一鼓作气 再做突破 金色的精神世界之中 金色精神力 有如海啸般 正在疯狂咆哮着 大量的精神力 与星辰之力 被他毫不节制地输入太上诸天刀阵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突发了 尽管此刻的陈锋 正处于一种玄妙的领悟状态之中 但 以他目前对太上诸天刀阵的掌握程度 要想再做突破 确实还是勉强了 陈锋 却不会这么认输 他浑身清金爆起 几乎将所有的力量 统统灌入太上诸天刀阵之中 给我破 随着他的一声爆吼 一时间 脚下的山峰猛烈一阵 金色的精神世界 几乎瞬间干涸 大量的星辰之力 灌入太上诸天刀阵 企图强行突破 却恍然间 爆发出一声惊人的巨颤 下一瞬 凌冽的杀气 竟是逆转了方向 竟是朝着陈锋 急速冲了过来 不好 这样的突发情况 让陈锋脸色猛然一变 但 还是来不及了 他几乎将所有力量 全部灌入太上诸天刀阵之中 如此惊人的一刀 即便是他自己 也抵挡不住 锐利的锋芒 直接击中了他 金色精神世界 遭到了强烈的冲击 纵使再怎么强大的肉身 也还是挨不住这样一击 鲜血狂洒 几乎是喷涌一般 迅速将他浑身都浸染成了一个血人 这样的一变 实在猝不及防 几乎同一时间 就像是有一只无形中的大手似的 他被猛地从玄傲的领悟状态里 拉了出来 破 陈锋大口吐血 瞬间中伤 双目之中的黑白两道光芒 逐渐退去 此时此刻 他终于看到了面前的景象 天地巨变 大地在疯狂震战 无上的刀翼席卷出的无数飓风 几乎将整个剑神荒丘 全部分崩瓦解 无数的高峰之上 万年笼罩着的寒冰云 被肆虐的刀翼狠狠破开 咔咔咔 天空之上 也传来了令人心颤的巨响 而随着巨响的愈发声势浩大 只见一道金色的光芒 自那万年笼罩着的冰云中 挤出一道下系 洒向三百六十座山峰 一道 两道 那是久违的阳光 冰云中 不断照落下来金色的阳光 当那些阳光落在山峰上的瞬间 三百六十座山峰 就像是受到了什么巨大的触动一般 几乎在同一时间 全部轰然崩碎 这一崩碎 才是将真正的世界末日 带到了众人的面前 万丈高空之上的冰云 开始崩溃 弱大的冰云碎块 像是无数巨大无比的冰雹 狠狠地砸落下来 而同时 剩下三百五十三座山峰之中的无尽建议 也像是忽然得到了某种释放一般 无穷无尽 凌冽至极的建议 疯狂肆虑而出 天地仿佛在狂笑 在崩塌 这片环宇完完全全疯狂了 层层叠叠的无穷建议 统统冲天起 几乎将远处众人的双目灼烧 随后所有的银蓝色剑意 狠狠朝着大的压了下来 轰 轰 轰 尘封瞬间变了脸色 头顶的青秋月 桂神树 瞬间引入他的胸口 他什么反应都来不及做 转头就跑 但 以他目前的实力 终究还是比不过 这无上的剑意 大的巨石 小的碎石不断在身判坠落 在剑意之下 他们几乎在瞬间被灭压成了鸡粉 完全阻挡不了银蓝色的剑意 眼见的那无上剑意 就要压在了他的身上 尘封根本无处可逃 既然无处可逃 那便不逃了 站 化手为功 尘封手中的黑白长刀再起 双目之中 黑白光芒交织着 朝着银面来的银蓝色剑意翻手冲杀而去 本章完 第5153章 青秋天剑出世 剑神荒丘消失 哄 一声巨响之下 银蓝色剑意狠狠砸在了陈锋的身上 陈锋本来就已经受了不清的伤 此刻更是大口吐血 朝着大地之下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不断坠落 但 尽管如此 他惨白如指的脸上 竟然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 哈哈 哈哈 在天崩地裂的巨响之中 笑声宛如一朵极小的浪花 除了陈锋自己 根本无人听见 也没有人会注意到 他还在群山之中 原本以外 面对那银蓝色的无上剑意 他必死无疑 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虽然伤势严重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 但他毕竟还是活了下来 此刻的陈锋 连翻身 停止坠落都做不到 他仰头看着崩坏的天空 心中在感慨 陈锋啊 陈锋 你究竟制造了怎样疯狂的动荡 这剑神荒丘 绝对不简单 他的来历 或许甚至在 他们的意料之外 而这样的剑神荒丘 完全不是现在的他 能够抵挡的 三百六十座巨大山峰 齐齐崩裂 三百六十柄通天巨剑 爆发出无上光芒 连通天地 天地一片淫蓝 到处肆虐着凌厉的剑意 而在这般浩大的声势之中 一个通天彻底的巨大身影 缓缓出现 他头顶着万年冰云 脚踏向无尽的深渊 真正的顶天立地 这道巨大身影的出现 不仅让陈峰心中惊骇无比 所有远处围观 逃离出去的人 全部震撼了 呆住了 剑神荒丘之中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身影 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 没有人能给予众人任何回应 大帝还在阵战 乱石穿空 狂风席卷 那道巨大身影 通体爆发出璀璨耀眼的光芒 让人看不清他的具体模样 即便是修为相当的修士 也只能隐约之中 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 尽管如此 所有人都在瞬间 感受到了一股无上的威压 那是属于真正的强者的 磅礴气势 这个巨大身影出现的同时 那三百六十柄通天巨剑 竟是齐齐 疯狂颤抖了起来 他们似乎受到了 巨大身影的召唤 随时都将冲杀向前 就在这时 巨大的身影忽然开始动了 在乱世之中 他朝着一个方向 伸手一指 不少人心中猛烈震战着 他们完全不知道 那个巨大的身影 为何会朝着那个方向伸手一指 只有陈锋知道 他双目暴征 心中大震 因为 巨大身影手指的方向 正是他所在的方向 这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他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吗 亦或者是 他在无意中 解开了某种神秘的封印 不等他做出什么反应 下一刻 疯狂震战着的三百六十柄通天巨剑 同时冲天起 肆虐的能量 再也控制不住 整片虚空都在疯狂震荡着 几乎被撕裂 而那三百六十柄通天巨剑 向上冲击 竟是齐齐冲撞在了一起 刺目的光芒 和暴乱的气浪 朝着四面八方而出 三百六十柄通天巨剑 在这耀眼夺目的光芒之中 迅速融合在了一起 天地失色 远处的山石齐齐崩裂 狂风疯狂怒好咆哮 所有人的心中 都不可自控地颤抖了起来 耀眼的光芒之中 一柄银蓝色的通天巨剑出现了 正是由那三百六十柄 通天巨剑融合而成 寻赫无比 若是赤鹰家族的人 此刻在现场 定会惊呼而出 这柄巨剑 正是当年的青秋天剑 经历了无尽岁月的魔力 丝毫没有掩盖它的锋芒 在这么多年的封印岁月后 这柄桀骜无上的青秋天剑 终究还是重见天日了 随着巨大身影的意志 这柄有过辉煌岁月的青秋天剑 在空中抖出一串剑花 竟是直接将震荡的虚空 划出一道肆虐的裂系 一道银白色剑光 在空中划过 瞬间朝着陈锋的方向 急速冲去 他 直接杀向了陈锋 陈锋的双目之中 那抹耀眼的光芒 离他越来越近 这次速度更快 他完全来不及 做出任何反应 哄 随着一声巨响 这场天地浩荡 最终还是落下了帷幕 三百六十座巨大山峰 整个消失 原地只剩下一个巨大的 能量肆虐紊乱的巨大深渊 深渊涵盖的面积极广 同时消失的 还有那道顶天立地的巨大身影 通天绝地的青秋天剑 以及 没有一人注意到的陈锋 头顶的冰云 缓缓坠落 金色的阳光 终于大片大片 冲破了尘封了不知多少年的阻碍 终于洒落在了 这片天地之间 原本被划破的虚空 也自行恢复 逐渐变得稳定 怒号的狂风 渐渐消散 最终化作微风 拂过方圆数千里的天地 大地也停止了震战 天地间 重新恢复一片寂静 极远处的一些修士 心有余悸地 朝着剑神荒丘所在的方向靠近 在无数惊骇的目光之中 原地只剩下了那个巨大深渊 若非周围还有巨大的沟壑不曾消失 不少人甚至可能会以为 他们只是 做了一场大梦 今日发生的一切 实在是太过震撼了 剑神荒丘 就这么 消失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变 众人面面相去 想要知道这场天地动荡的原因 但没有人能够解答他们的疑问 不知过了多久 陈锋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周围一片金光 长久的漆黑 让他一时间遮住了双目 下一瞬 昏迷之前的画面 一股奶的全部挤入他的脑海 随后 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金色的事件 这是他的精神事件 我没死 陈锋站了起来 很快又发现 先前那恐怖的伤势 居然也不知怎么的 完全恢复了 这是怎么回事 那柄大剑 话音戛然而止 因为 那柄气势如虹的无上大剑 此刻正静静地悬浮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 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陈锋被这一幕搞猛了 怎么这柄大剑 也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了 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变再生 巨大的青秋天剑旁边 骤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本章完 第5154章 当年剑神 九尾白狐 这道耀眼的光芒 逐渐形成一个虚影的轮廓 正是先前那个顶天立地的巨大身影 只见耀眼的光芒缓缓消退 随后 那个巨大的虚影 竟然再次发生了变化 它不断变大 几乎要撑破他的这个金色精神世界 最后 陈锋眼中 倒映出一只巨大的九尾白狐模样 青秋白狐 他的脑海之中 瞬间想到了这一狐足 果然 这个青秋山脉 那处剑神荒丘 就是青秋狐足的地盘 而面前这位 应该就是青秋狐足的强者 当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的虚影 在剑神荒丘之中 一直沉寂到如今 光芒彻底消散 一个巨大的九尾白狐悬浮在尘封面前 他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遮天蔽日一般 几乎占据了半个精神世界 这只九尾白狐 看上去已经很沧桑了 他乌黑的眼眸之中 已经泛起了些许浑浊 看着他的身影 尘封忽然察觉到 面前的九尾白狐 看上去气息比之先前 弱了不少 想来 突破封印而出 耗费了他不少力量 尽管如此 九尾白狐释放出的气息 还是隐隐盖过了尘封 大概有星魂五神镜 第八重楼巅峰的样子 在对上尘封视线的时候 九尾白狐也开始张口 令他意外的是 九尾白狐张口 竟是吐出了人言 下一瞬 一个沧桑 低沉的老者声音 在尘封的精神世界中响起 是你激活了青秋天剑 看来 你是罕见地见到神铁 见到神铁 青秋天剑 尘封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两个关键词 虽然 现在他还不了解 青秋天湖一族在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 但 目前 他至少知道了 那柄恐怖的无上大剑 原来叫做青秋天剑 应该就是天湖一族的镇族之宝了吧 而面前 这位九尾白狐 或许也是天湖一族的 剑神 尘封双手抱拳 朝九尾天湖鞠了一个弓 不知前辈 话音未落 九尾白狐的话语打断了他 不对 尘封抬头 看到的却是九尾白狐眼中的震惊 只见九尾白狐 不断在他身上打量着 随后竟是尸声喊道 你还不仅仅是简单地见到神体 竟然还是 听到此话 尘封心中一动 但 他正想听到后续 九尾白狐却突然闭嘴 没有再说下去 下一瞬 尘封敏锐地察觉到 面前这位九尾白狐 再次看向他的眼神 竟然满是渴望与贪婪 强大的气息骤然释放开来 九条狐尾齐齐展开 竟是打算压制他 看到这一幕 尘封哪里还不会意识到 看来 他的另一个神秘体质 居然引得 这位强大的九尾白狐 都不禁心动 他想要吞噬自己 意识到这一点 尘封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因为过去 在龙脉大陆的时候 他与青秋狐卒的交往 他对面前这位九尾白狐前辈 还是比较客气的 但 若是涉及到生死 他也不能退让了 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想要吞噬他 也要看看 有没有这个本事 尘封再次抬头 对上九尾白狐的双眸之中 已经带上了不屈的灵力 金色精神力 开始掀起波澜 这是他的精神世界 纵使九尾白狐 实力压他一头又如何 不拼上一命 又怎能知道结局 尘封 从来不会轻易认输 下一瞬 强大的气息自他体内 瞬间喷涌出 黑白两道光芒 自他的双眸中爆射 手中 出现了一把黑白长刀 万刀归一 现在的太上诸天刀阵 比刚突破到第三层时 更加强大了 哗啦 金色精神力自他身后 冲天起 随时会以排山倒海之势 冲向面前的九尾白狐 不错 不错 以你的体质 就是该有这番实力才对 尘封面色素目 双眸一黑一白 盯着九尾白狐 我的什么体质 他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特殊体质 居然连这种强者 也忍不住动了贪婪之心 而且 尘封隐约间有一个预感 这个特殊体质 或许也会与他的身世有关 只不过 九尾白狐 依然没有回答他 他看向尘封的眼中 带着欣赏 带着贪婪 带着满意 却也带着不以为然 你打不过我 九尾天狐轻轻叹了口气 缓缓朝着尘封的方向靠近 还是放弃挣扎吧 让我吞噬了 这样 至少没有痛苦 听到这话 尘封冷哼一声 手中黑白长刀 逐渐释放出强大的气势 打不打得过 还得试试才行 大战一触即发 尘封双目暴射出黑白两道光芒 身后滔天的金色精神力 疯狂朝着九尾白狐 汹涌冲去 太上诛天刀阵 锐利 强大 霸道的刀翼 朝着九尾白狐 直至劈砍而下 同时 尘封没有丝毫保留 天地反复轮回天宫 净数爆发 哼 天地反复轮回空间之中 墨黑色的光芒 和幽蓝色的光芒 瞬间光芒万丈 无尽金色精神力 同样呈现出无上之姿 上来就是两个大招 没有丝毫留下后手 此时此刻 尘封比谁都清楚 这个时候再不拼命 绝对会被面前的九尾天狐 直接吞噬 不得不说 太上诛天刀阵 到了第三层之后 杀伤力上升了不止一点半点 黑白两道光芒交织着 爆发出极强的杀气与刀意 伴随着天地反复轮回天宫的精神冲击 即便是实力压他一头的九尾天狐 也不仅变了脸色 小子 有点本事 下一瞬间九尾天狐也动了 九条巨大的银白色狐尾 竟是暴涨而出 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哄 只见九条狐尾像是有某种特殊秘法一般 飞快在空中交织 产生无数残疑 在尘封带着时间法则 空间法则的黑白长刀 以及第三层的天地反复轮回天宫之下 竟然形成了某种神秘的欲 以九尾白狐为中心 狐为所及之处 牢不可破 几乎有星魂武神进第八重楼 中期的黑白刀翼 劈砍到那个玉场中时 不仅当即速度便慢了下来 本章完 第5155章 战 九尾白狐 而且 当快到九尾天狐面前的时候 更是开始分崩瓦解 就在这时 九尾白狐更是伸手 悬浮在旁边的青秋天剑 竟是被他攥在了手中 下一瞬 他朝着凌厉的黑白刀意 批出一剑 银蓝色的剑意 与黑白刀意 瞬间抵消 这样的结果 令尘封心中更加沉重 九尾白狐 实在是太强了 他的这个神秘领域 若是无法破解 以尘封目前的实力 很快就会力量消耗殆尽 那他可就真的 要被吞噬了 想到这 尘封心中再次生腾起熊熊的战役 哪怕是站到最后一刻 也绝不怯懦分毫 放弃挣扎吧 负于顽抗 徒增笑料罢了 我能够看得出来 你的实力 确实超乎我的预料 说不定 再过一段时日 我确实压不住你 但现在是现在 你没有任何希望 不过 你大可放心 我会善待你的肉身 九尾白狐斧看着他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不缓不慢地说着 他的眼中 不住地流露出 对尘封的欣赏 只不过 这种欣赏 就像是一个猎手 看待猎物的欣赏 越是被这样的目光打量着 尘封心中的战意与杀意 越是被激发出来 他将手中的黑白长刀 钻得更紧 九尾白狐的那些话 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心神 反而让他的意志更为坚定 滔天的金色精神力 再次冲击而起 这一次 尘封回想起 先前在顿悟状态中的刀意 先前 来自青秋天剑中的部分剑意 已经被他转化成了刀意 灌入太上诛天刀阵之中 他的双眸之中 再次一左一右 暴射出黑白两道光芒 哄 无尽的精神力 一如先前的天崩地裂 疯狂肆虐着 在高空中 化作一道道尖锐的金色螺旋大锥 超高速的旋转 甚至带动了周围 形成恐怖的飓风 而这时 黑白交织的光芒之中 杀戮之气 层层肆虐而出 刀光惶惶 耀眼夺目 这一次的滔天刀意 竟是比先前那一击 更加强大 更加势不可挡 杀 伴随着陈锋嘶吼的爆喝 他的双眸之中 黑白两道耀眼的光芒 竟是渗透出了隐含着的时间法则 气浪 飓风 无上刀意 耀眼的黑白光芒 齐齐朝着九尾白狐冲去 陈锋的双目 甚至开始流下血泪 但眼中黑白光芒更甚 即便是九尾白狐 在看到他这惊人的战役时 心中也不免有些震战 只不过 这种震战 也不过一瞬即逝 没用的 你突破不了我的浴场 九尾天狐摇头叹息 九尾不断变换 加过了周围的浴场 同时 他单手持青秋天剑 再次朝着陈锋 挥出一剑 哄 滔天刀一直之迎上劈砍而来的银蓝色剑翼 再次在二人之间爆发出惊天巨响 但 就在这惊天动荡之中 一声怒吼再次响起 还没完 陈锋双手持黑白长刀 高速旋转的金色精神力带动飓风 再次朝着九尾白狐疯狂冲去 在刀翼与剑翼抵消的时候 他的精神攻击与第二道刀翼 已经冲到了九尾白狐面前 齐齐栽进了九尾白狐周围的无敌御场之中 白费功夫 九尾白狐眸中泛起寒光 满脸不屑 但 一便发生了 只见在陈锋的黑白光芒之中 他的无敌御场 居然硬生生被破开了一个缺口 怎么可能 九尾白狐 白狐当即变了脸色 他分明感受到 自己的御场并没有遭到暴力破坏 但陈锋的精神攻击 确确实实视如破竹地 朝着他的门面冲了过来 陈锋嘴角勾起了一抹疯狂的笑意 九尾白狐的无敌御场 不过就是时间法则的特殊效应 要说时间法则 它也有 暴射出的黑白光芒中 正是蕴含着时间与空间的法则 既然你让时间流速变慢 那我就把变慢的时间重新加速补回来 他心中咆哮着 一往无前直冲而去 到了这时 九尾白狐的脸色终于彻底变了 他连连倒退 灰剑准备对陈锋杀去 晚了 陈锋大喝一声 下一瞬 天地反复轮回天宫 轰然发功 同时 他的身后骤然出现一头紫白色的巨大尸头 佛陀怒目尸吼功 所有底派进出 这一次 绝不能说 陈锋眼中光芒更甚 而且愈发地自信 因为 在第一次攻击之后 他就敏锐地察觉出一点 面前的九尾白狐 可能比他预料的还要虚弱 只要破了他的这个无敌玉场 九尾白狐 就将无计可施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被镇压在这360座山峰之中 本来该有的底牌 如今也失效得差不多了 说实迟那是快 强大的精神攻击 势如破竹 直直轰入九尾白狐的精神事件 瞬间 他的神石被震慑住了 就是这个机会 陈锋第二道黑白刀翼 已经到了 哼 他逆袭了 高空之上 九尾白狐当场叠血 重伤 但 现在还不是欢呼的时候 陈锋盯着重伤的九尾白狐 面色不带丝毫同情 滔天的精神力 再次冲着九尾白狐而去 只不过 目标不是九尾白狐 而是 青秋天剑 他要吞噬青秋天剑 若能得到 这柄青秋天剑 把他转化成青秋天刀 那么 他的太上朱天刀阵 绝对能够再有一层质的飞跃 重伤的九尾白狐 在看到陈锋冲过来的时候 终于是慌了 这样的形式逆转 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 青秋天剑 是青秋狐族的东西 当年被赤鹰老祖夺走 不仅被分解成三百六十块 封印在剑神荒丘之中 如今的九尾白狐 再也不想让他沦落到别人的手中 青秋天剑 不能给你 沧桑又低沉的声音响起 当即 陈锋脸色一变 不好 他当即停下了攻势 连连暴退 九尾天狐 居然打算自爆 宁可拼着自爆 连同青秋天剑 一并消失于天地间 也绝不让他被陈锋所得 虽然 此刻的他已经被陈锋重伤 但他毕竟 修为远在陈锋之上 真的要自爆 陈锋根本无力阻止 本章完 第5156章 当年青秋之源 天剑化天道 甚至可能会对这个精神世界 造成巨大的破坏 就在九尾白狐 浑身爆发出光芒的瞬间 忽然 青秋月跪神术 竟然再次自行 从陈锋的胸口冲了出来 他朝着高空直冲而上 光芒大盛 竟是在精神世界中 形成了一道光幕 而光幕之中 陈锋此前与青秋湖族相处的一幕幕画面 迅速出现 又一一掠过 原本准备自爆的九尾白狐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浑身陡然一颤 他停了下来 竟是愣在了原地 远处的陈锋 也同样如此 对于青秋月跪神术的突然异动 也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凉久以后 光幕之中的画面 全部展示完毕 九尾白狐溃然长叹 发出一声叹息 随后 他的身形竟然开始变化 竟是化作一个冒蝶老者 老者一身银白色长袍 上面有着九尾白狐的模样 他太老了 满头银发不说 连睫毛都是空的 唉 老者缓缓抬起头 再次对上陈锋的视线 这一次 他的眼中 已经没有了先前的贪婪 与高高在上 没想到 你与我们青秋湖族 居然还有约远 难怪 难怪 陈锋能够从他的语气中 听出歉疚与善意 我为刚才的一切 向你道歉 老者说着 朝着陈锋深深居了一躬 陈锋能够看得出来 老者的态度 是真的变了 而且 他确实是青秋湖族 他看向老者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你与青秋天剑 会被封印在此 听到陈锋的这番话 老者像是想到了什么 自嘲地笑了笑 被封印的 只是青秋天剑而已 而我 只是一缕寄托在他之上的 青秋天湖残魂而已 青秋天湖一族 听到这 陈锋心中微动 老者眼神远眺 回忆起过往 将那一段往事 娓娓道来 当年 我们青秋天湖一族 最辉煌的时候 每一代都会出现一位剑神 世代守护天湖一族 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听到这 陈锋心中一动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这位老者 就是耻掌青秋天剑的那位剑神 老者将与赤鹰老祖的那场大战 简单讲述了一遍 那时的我 被偷袭后遭遇围攻 终究还是死了 只剩下这一缕残魂 随着青秋天剑的破碎 也被封印在了 这片剑神荒丘之中 说到这 老者笑了笑 我本以为 这次封印被破 我也可以重新复活 看来 也是我的痴心妄想了 说着 老者更是深深叹息 陈锋注意到 老者的虚影 果然在不断变得单薄 这一缕残魂 很快就要消灭了 到了这个时候 陈锋也算是理解了 为何先前 老者想要吞噬他了 一个以守护天湖一族 为己任的剑神 直到死后的执念 也不过是复活 复仇 继续守护青秋天湖一族 他更是意识到 若非这一缕残魂 在不断虚弱 以他方才的实力 或许未必能赢 眼下 老者身上释放出来的气息 已经下降到 星魂武神 进第八重楼中期了 老者抬头 对上陈锋的视线 没想到你与我们 青秋湖族 还颇有缘分 罢了 这份机缘 我就送给你爸 他看向陈锋手中的 黑白长刀 你虽有见到神体 不过 我看你掌握的 却是刀法 那么 我便把这青秋天剑的剑魂 改成刀魂赐予你 听到这 陈锋心中触动了 先前的误会 也彻底消散 他看着老者 将手中的青秋天剑 向上一炮 随后 他与青秋天剑之间 同时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无上的青秋天剑剑魂 在夺目的光芒之中 不断变换形状 连同他的气息 也一并在变换 许久以后 陈锋的精神世界之中 青秋天剑的剑魂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把青秋天刀的刀魂 青秋天刀的刀魂 通体释放出凛力的刀意 银蓝色的光芒 耀眼夺目 即使相距有些距离 陈锋还是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来自青秋天刀刀魂之上的杀意 这是只有经历了 无数敖战和岁月的淬炼之后 才能拥有的沉淀 老者扬起手臂 轻轻一挥 这把青秋天刀的刀魂 就来到了陈锋的面前 越是靠近 陈锋越能从其中 蕴含着的爆炸性的力量 可惜剑身被毁 不然 我还能将其炼化成刀身 省却了你的一笔心力 老者双目凝望着陈锋面前的刀魂 不舍与遗憾四散而出 陪伴了他无数岁月的青秋天剑 从此往后 将在另外一双手中挥动 而那刀魂似乎也有所感应 轻微地震颤着 似乎也在对老者表达着不舍 陈锋看向老者 无妨 我会为这把青秋天刀 寻得合适的材料 我向您承诺 尽我所能 用最强大的材料 将其炼制 绝不会让青秋天刀 在我手里蒙沉 听到陈锋的这番话 老者略显沟楼的身躯 微微颤动了一下 但他浑浊的双目之中 却流露出了一丝欣慰 好 那就好 不管是剑还是刀 他的征途便是战场 希望你能够用它 好好守护 你想守护之人 陈锋点了点头 随后 伸手握住了面前的青秋天刀魂 就在握住刀魂的一瞬间 一股强大又霸道的气息 瞬间自刀魂涌入陈锋的体内 下一刻 陈锋脸色不仅微变 脱口而出 好一个青秋天刀刀魂 他能够确定 只要祭出这青秋天刀的刀魂 就足以斩杀新魂武神 进第八重楼大城的强者 而这还只是基于陈锋 目前的实力而言 若是他日后再有突破 能发挥出的力量将更强 只不过 目前对陈锋而言 这道刀魂 毕竟还是太强大了 实际上现在的他 还远远不能完全驾驭 陈锋私存考量了一番 最终得出结论 若是现在的他 拿着青秋天刀刀魂 一举斩杀了新魂武神 进第八重楼大城的强者 一击而出后 怕是他自己 也要被抽干全部的力量 重伤兵死 这样的代价太大了 本章完 第5157章 主九阴新魂 再进化 他来 目前这道青秋天刀刀魂 只能用作最后的底牌 陈锋心中暗道 就在这时 老者双目之中 突然暴射出两道 灼灼光芒 他死死盯着陈锋 语气凝宿正中 青秋天狐一族的镇足之宝 既然给了你 你可知 这将会结下什么因果吗 在老者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陈锋就已经意识到 他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了 只见老者轻轻翻手 一个挥秀 一个闪烁着晶莹光芒的小物件 从老者手中 来到了陈锋的面前 陈锋定睛名神 是一枚拇指大小的九尾天狐吊坠 吊坠不知何种材质 但陈锋在接住这枚吊坠的时候 却感受到了一缕古朴的气息 这枚吊坠里面 隐隐透发着银蓝色的微光 这枚天狐玉坠里有我的所有传承 你也一并收下 陈锋心中狠狠一动 不出意料 老者一边说着 一边缓缓靠近陈锋 你得到了青秋天剑的剑魂 想必赤鹰老头也不会放过你 我要你答应我两件事 陈锋对上老者浑浊的双眸 老者一把抓住他的手 像是要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似的 抓得很紧很紧 第一个 我要你替我报仇 杀了赤鹰老族 第二个 还请你把我的传承 带回青秋天狐一族 看着老者愈发单薄的虚影 陈锋郑重地汗手 好 掷地有声 落子无悔 看着陈锋认真 郑重地模样 老者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抓着他的手 也渐渐松开 老者打量着陈锋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你现在的修为境界 虽然在同一代之中 相当出色 可对上赤鹰老族 还是难有相搏之力 既然如此 那我便在最后助你一臂之力 话音未落 只见老者的气息陡然一变 浑身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即便 他现在处于尘封金色的精神世界中 可气息层层拔高 光芒愈发耀眼 他满头的白发 也变得乌黑光亮了起来 满脸褶皱 宝金风霜的脸庞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到了年轻的时候 随着气息的层层拔高 高空中那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在一煞间 竟然变成了 他实力鼎盛时候的熔眼 他的双目不再浑浊 躯体不再勾楼 一股强大的事 自他体内喷涌 此时此刻 老者俨然回到了从前 依然还是那个阴气逼人的青秋剑神 他的双眸爆射出光芒 如一把出鞘的利剑 看着气息暴涨的青秋剑神 陈锋心中却是一尘 他能感受到 来自老者体内残留的心魂 如今的陈锋说到底 心魂强度还是没有达到最强 而看来 老者这是打算动用最后的力量 来助他提升心魂强度 陈锋太清楚 心魂强度的重要性了 如今的他 体内除了 竹九阴心魂以外 还有咆哮天狼 和古佛虚影两道气息 不曾结成心魂 而竹九阴心魂 也远远没有达到巅峰强度 不管是提升竹九阴心魂强度 还是凝结另外两道气息的心魂 都将让陈锋的潜力和实力 拔高很大一层 陈锋看向面前的老者 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承接下这一份大恩情之后 他与青秋天湖一族 便是彻底结上因果 但那又如何 对于自己许下的承诺 他从不后悔 青秋剑神的残魂 说得不错 既然他得到了赤鹰老祖 求而不得的青秋天剑 不必老者提醒 赤鹰老祖定然不会放过他 这个因果 他接下了 至于帮老者 把传承送回青秋天湖一族 对于陈锋而言 也不过是举手之劳 下一刻 陈锋抱守心神 同时 青秋剑神残魂 朝着他的方向 伸手一指 一枚巨大的手指虚影 伴随着那些灼灼发光的星魂碎片 瞬间没入陈锋的体内 眨眼间 陈锋的星魂空间内 浩瀚的星图上 凝聚如云烟的星辰之力 迅速旋转 三轮大跃交响灰映 周围的星辰不断闪烁着 焕发出璀璨的星芒 好 主九阴星魂当即扬天怒笑 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 青秋剑神残魂 给予陈锋的 是最为纯粹的星魂本源 这些璀璨的星魂本源 在进入陈锋的星魂空间后 瞬间 化作了点点星光 净数涌入了主九阴星魂体内 就在所有星光 没入主九阴星魂体内之后 陈锋分明感受到 他的星魂空间 当即剧烈阵战了一下 一股极为磅礴 宏大的气息 骤然之间降临 那种气息 极为高贵 极为华美 仿佛穿越万古而来 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长河 下一刻 自他心底想起一声清脆的欢呼 那是他与星魂之间的 本命相连 息息相关的感应 主九阴在狂欢 同时 他也在蜕变 三轮皎节大月 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不断变得暗淡 周围无尽璀璨的星辰 也一并会暗了下来 这是因为 星魂空间内的大量星辰之力 都在这个时候 疯狂涌入到主九阴星魂体内 这一刻 他便是整个星魂空间中 唯一璀璨耀眼的存在 主九阴的巨吼 还在不断响起 连同着尘风 也一并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刹那间 尘风的身后 竟是自行浮现出一张偌大的浩瀚星图 即便是青秋剑神的残魂 在看到尘风身后的星图时 锐利锋芒的双眸之中 也还是露出了一丝惊艳之色 这小子 比他感知到的还要强大 即便是存在了无数岁月的一代青秋剑神 在漫长岁月中 见过在尘风这个修为境界 有如此浩瀚星图的 也仅趋之可数 而且 他能真切地察觉到 目前的状态 还远远不是尘风的极限 他还有无限潜力 这个青年 若能一路成长下去 未来甚至难以预期 在青秋剑神深邃的凝视之下 尘风身后的弱大星图之上 三轮大跃在不断地震展 吸收了 残魂给予的不少星魂碎片 此时此刻的尘风 能够明显感觉到 自身的星魂强度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 本章完 第5158章 承诺 断刀 那种骤然拔高的感觉 令主角因星魂欢呼雀跃 也影响到了他自己的情绪 尘风从未有过如此振奋 澎湃的时候 但 同时伴随而来的 是极为强烈的渴求与虚脱感 原本还算充盈的星辰之力 随着星魂强度的提升 竟是被骤然间挥霍一空 可若是无大量星辰之力 用以辅助 剩下的星魂碎片 就将难以彻底 被尘风的星魂完全吸收 就在此刻 远处 青秋剑神的残魂 再朝尘风伸出一指 下一瞬 自他的指尖 泛出一道光芒 源源不断的星辰之力 被灌入尘风的体内 这道星辰之力 就像一柱清澈泉流 给干渴的竹九因星魂 注入了春林般的滋补 尘风周身顿时亮了起来 隐隐光芒 仿佛从身后的星途中牵引而来 缓缓围绕在了尘风的身边 尘风睁开双目 垂眸看向自己身边 眼中一灵 随着竹九因星魂的气息不断变强 他的身上也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只见两道如同陨石带一样的巨大土黄色光圈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将它萦绕在正中间 伴随着变化的 还有星魂的品阶 宇宙洪荒 天地玄荒 先前的竹九因星魂 是天极九品 已经相当强大 可此时此刻 尘风的心中 升腾起了一个念头 从此刻起 他的竹九因星魂 已然提升至荒极二品 直接从天极九品 暴涨到荒极二品 这还不仅仅只是一个念头 与此同时 一股神秘的力量悄然出现 他仿佛穿透魂魄而来 由潜入尘风的经脉百孩 渗透进他的星途之中 细叹之下 仿佛还带着最为古老的神秘气息 他跨越万古而来 悄然探出一个头来 让人难以捕捉确切 却又分明感受得清楚 是竹九因的力量在复苏吗 尘风微微索眉 对于不断激动的上下翻滚着的竹九因星魂 心中暗存道 不等他把一切都想透彻 不断补给过来的星辰之力 忽然停了下来 一切都戛然而止 尘风恍然回神 睁眸看向面前不远处的清秋剑神残魂 果然 此刻的清秋剑神残魂 再度变回了一位垂目老者的模样 老者的手指已经垂了下来 看上去风一吹就会断 脸上的沟壑 看上去似乎更多了不少 整个人比之前更为憔悴 沧桑 他的身形几乎已经透明 显而易见的 身为一缕残魂 此刻的老者 已经到了油镜灯窟的时候了 尘风心中不由地沉了下来 虽然先前有些误会 但如今 老者又是将清秋天剑的剑魂 改为刀魂 赐予他 还助他将心魂提升了品阶 如此算得上大安了 怕是今日 清秋剑神的这缕残魂 也将彻底消散 从此 世间再无清秋剑神 前辈 尘风抬眸 对上了老者的眼神 不过 老者看上去 却格外地平静 他的脸上 虽带着无尽的遗憾与畅往 但嘴角又擒着些许笑意 就好像对此一生 也还算满意 不必在意 我早就死了 我这最后一缕残魂 若能护得清秋胡足安然 也便算是死得其所了吧 老者沧桑的话语 仿佛跨越时空而来 敲打在尘风的心头 虽是如此 却又想再做些什么 说得 老者浑浊的双眸之中 再次迸射出最后的光芒 一如回光返照一般 他牢牢盯着尘风 像是要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 大喊道 你要记住 替我报仇 杀了赤鹰老祖 把我的传承 带回清秋天湖一族 尘风只是汗手 却一言不发 面色素目又沉重 突然 他脸色微微移动 眼前仿佛看到了什么特殊的东西 下一瞬 看向随时就要消散的老者的眼眸 突然迸射出了一丝微弱的光 不等他说些什么 或者想些什么 身体先一步 做出了一些动作 哇 伴随着一声清响 尘风整个人突然消失在了金色的精神世界之中 周围视线骤然由灿金变为漠黑 但 同时传来的无尽气息 也正是让尘风心中为之一动的原因 他还来不及确定自己目前身处何处 但他的身边 此刻正散落了一地的废弃神秘金属 这些神秘金属 多数都秀极斑斑 有些甚至前后穿透 但 抹去些许秀技之后 依稀可见自其中 泛出银蓝色的寒光 强烈的沙发气息 自发地从其中透发了出来 那是只有引固无数强者鲜血的冰刃 才会沾染出 这无上的沙发气息 这是所有绝世武器 都会有的气息 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代替 而且 这些神秘金属 正好360块 对应了封印清秋天剑的360座山峰 只削一眼 陈锋就知道 那是清秋天剑原来的剑身 被赤银老祖分裂成360块之后 这些残破的剑身 早已无法重塑出 一柄新的清秋天剑 但 那毕竟是昔日的剑身 清秋剑身的那屡残魂 寄托在这柄剑中 也不知过了多少岁月 对他而言 或许早已与这剑身产生了一定的联系 时间不多了 陈锋来不及多想 直接伸手 探向那一地的碎片 哄 手中 骤然出现了清秋刀魂 在清秋刀魂的气息牵引之下 360块泛着银蓝色寒光的金属 迅速颤抖了起来 随后更是自四面八方 朝着陈锋的方向迅速靠近 光影变幻 气息震震 不一会儿 那360块废弃的清秋天剑剑身 居然真如尘封所料 被炼制在了一起 只不过 重新被炼制在一块的这些碎片 组成的不再是昔日的清秋天剑模样 360块废铁 最终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的是一把废弃的断刀 这把只有大半截的断刀 不仅没有清秋天剑那般锋芒毕露的姿态 甚至看上去有些狼狈 秀记斑斑不说 还有一些地方 看上去就像是被岁月腐蚀 秀出了一些大小不一的洞 可正是这把其貌不扬的断刀 握在陈锋的手中 依然让他感受到了极为强大的力量 本章完 第5159章 海量星辰原石 疯狂夺取 在握住刀柄的瞬间 来自手中的沉淀与古老的气息 让陈锋仿佛在一瞬间 看到了那些往日的辉煌 穿越了无尽时光的淬炼 跨过了粒粒争容岁月 即便这把断刀看上去袖迹斑斑 轻易就可折断 但实际上 却如磐石一般 即便是陈锋全力攥紧 也难以撼动分毫 昔日的辉煌 体现在蒸蒸傲骨上 陈锋心随意动 催动柔和的金色精神力 将那抹击欲消散的透明虚影包裹起来 前辈 宁神 回光返照般的老者虚影 在陈锋柔和的力量裹挟之下 顺利地从他的精神世界中 转移到了那把断刀之内 正如陈锋意料的那样 老者的这缕残魂 寄托在青秋天剑中 不知多少岁月 早已与其化为一体 在挪到断刀之内的瞬间 原本看上去风一吹 就会消散的虚影 居然神奇地稍微凝实了一分 虽然极为微弱 但陈锋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 看老者自己的反应 显然也是感受到了 他脸上露出欣慰之色 看向陈锋 双手抱拳 虽无直言片语 却倒尽悉数感谢 下一瞬 断刀亮起一抹银蓝色的光芒 随后虚影消失 断刀也归于沉寂 青秋剑神的这缕残魂 毕竟消耗得太多 激进游进灯窟 今后的很长时间里 他都将在这把断刀之中沉睡 陈锋收起了断刀 他看向周围 一片漆黑 但却有一种恐怖 却又熟悉的气息 充斥周围 抬头 极远的高空之上 有着一抹亮光 陈锋回忆起 自己失去意识之前的画面 剑神荒丘消失了 我跌入了下面的深渊之中 想到这 陈锋的脸色骤然一变 他猛地瞪大了双眸 自眼中迸射出炽热的光芒 扫射周围 那恐怖又熟悉的气息 不是星辰元气 又是什么 周身一片漆黑 但却到处肆虐着充盈的能量 陈锋凝神 细视了周围一圈 在逐渐适应昏暗的环境之后 他能清晰地 看到那些隐隐 释放出青色光芒的石壁 这种隐隐的青色光芒 和充盈的气息 陈锋一点也不陌生 目之所及 竟皆为星辰元石矿脉 即便是低头 脚下踩着的大地 也是星辰元石 原来整座剑神荒丘 竟然建立在一片 无比巨大的星辰元石矿脉之上 尘封呼吸 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浑身血液都加速流转 变得灼热沸腾 要知道 方才 青秋剑神的残魂在最后 帮他很大程度地 提升了主九英星魂的强度 从天级九品 一跃到了荒级二品 这种变化极其少有 而在星魂进化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情况 星魂品级的提升 需要大量星辰之力作为基础 导致原本星图内储存的星辰之力 瞬间枯竭 完全不够用 老者虽然出手补给了些许 但也仅仅只是保证 他能正常将星魂提升 可以说 此时此刻 陈锋正是最需要大量星辰元石的时候 而放眼望去 整个深渊之下 大片大片的星辰元石矿脉 简直有如神柱 这趟剑神荒丘之行 果然收获斐然 本来 陈锋只想着 将太上诸天刀阵突破到极致 若能完全掌握 那就足够了 万万没想到 会发生如此意想不到的转折 事不宜迟 陈锋当即蹲下身去 攥紧拳头砸向大地 咔嚓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 以他为中心的实质地面 呈现出珠网一般的纹路 四散裂开 自那些下戏之中 隐隐的青色光芒 再也遮掩不住 静止透了出来 只削一眼 陈锋就气喘如牛 双目充血 他兴奋了 这一拳砸下去 透过那些裂系 能够清楚地看到 一枚枚镶嵌在内的 碧青色星辰元石 这些星辰元石的数量之多 密度之大 令人扎舌 毫无疑问的 深渊底下的 这片星辰元石矿脉 比之前在域外战场吸收的那条矿脉 还要大 陈锋当即想到了很多 有关于他自己的日后需求 底蕴收纳 当然 也有关于别人的 之前 云吾尔发现了那条星辰元石矿脉 可最终却被陈锋悉数吸收殆尽 陈锋不是一个薄情的人 再次遇到星辰元石矿脉 自然不能落下他的那一份 事不宜迟 他疯狂开采了起来 周围寂静无人 甚至连风都吹不到这片深渊之中 陈锋不知道在这深渊底下开采了多久 开采了多少星辰元石 或许过了一日 又或许过了两三日 收纳了不少星辰元石之后 他竖起腰身 朝着四处扫了一眼 然后皱起了眉 这片星辰元石矿脉 实在是太大了 陈锋自诩 开采的速度相当快 已经收纳了数千块完整的星辰元石 可朝周围一看 他开采出来的星辰元石 仅仅只是一小半 不行 这样的效率还是太慢了 陈锋心中微沉 他看了看 已经被他开采收纳的星辰元石 倒不是他心浮气躁或者如何 主要岁域大会即将开始 他在剑神荒丘这边 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时间上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想到这 陈锋很快便有了决定 手中那些星辰元石 大抵上也算是够了 他伸出手去 直接按在了离得最近的暗青色矿脉壁上 自身需要吸收的星辰元石 就按照上次那样 直接吸收即可 随着他的手按在矿脉壁上的瞬间 整座星辰元石矿脉 忽然发出一道低沉的嗡鸣声 周围几道飓风顺起 无尽的星辰之力 星魂气息迅速纳入陈锋体内的星魂空间 陈锋墨发风狂乱舞 身形毅力不动 而周边隐隐发光的星辰元石矿脉壁 上面的清光逐渐变得暗淡了下去 这一次 陈锋吸收星辰元石的速度比之前更快了许多 热大的星途之上 原本因为星辰之力不足 而变得虚幻的几轮大跃 很快 又逐渐变得明亮 皎洁 透发出古朴而又庄严的气息 无尽的星辰之力 星魂气息 进入星途之中 待星途恢复璀璨后 很快又经由几轮大跃 快速引入竹九音星魂之中 本章完 第5160章 有人来抢星辰元石矿网 好 陈锋的心中顿时响起 竹九音星魂欢快的低吼 品级提升后的星魂 自然是需要吸收更多星辰之力和星魂气息 他周围原本盈盈发光的框脉壁上 很快光芒便暗淡了下去 在吸收星辰元石的同时 陈锋发现 经由星途大跃引导出去的星辰之力 还愤出了一缕 但他的去向却有些诡异 陈锋宁神仔细观察了许久之后 脑中豁然开朗 他调动星辰之力 催动起太上诸天刀阵 果不其然 那一缕不知去向的星辰之力 竟是涌入到了太上诸天刀阵之中 这次陈锋的收获 实在是太大了 最先提升的便是太上诸天刀阵 而他虽然突破到了第三层 但还欠缺大量的星辰之力和感悟 用来达到第三层的巅峰 而此刻 既然有源源不断的星辰元石补给 自然都可以补一补 陈锋闭眸宁神 一边飞快炼化那些矿脉之中的星辰元石 一边仔细感悟 然而 这样的状态 没有持续多久 在吸收矿脉之中 未曾开采的星辰元石时 陈锋的神石也同样外放开来 随时防备着 以免周围会出现什么变故 就在此刻 他的神石突然发现了一点不寻常的东西 按照这次吸收星辰元石的速度 如果换算成星辰元石的话 他炼化了至少几千块的数量 距离彻底掌握太上诸天刀阵 隐约间也只剩下临门一脚了 但不远处的矿脉深处 却让他察觉到了异样 这个异样 足以让他停下感悟 甚至亲自前往查看 周围的几道飓风骤然消失 陈锋停下 吸收炼化星辰元石 朝着神石探测到的方向 快速走去 当那一抹明亮 出现在视野之中时 即便是陈锋 也不由地兴奋 激动了起来 在这片可谓是寸草不生的矿脉之中 居然从石头缝里 生长着一株神药 浓郁的神药气息 炙热的火属性 加上它招展的姿态 跟陈锋了解中的扬炎神草一模一样 要想用白鬼夜行轮回真金 来复活青友 那布置的大阵之中 必须要有三株扬炎神草 这便是陈锋激动的原因 刚进入青丘山脉时 他也听闻这青丘山脉之中 好像有扬炎神草 倒是没想到 居然真的有 而且还是生长在这片 星辰元石矿脉之中 陈锋小心翼翼地 将其自十缝之中取下 收入轮回玉牌当中 在采下这株扬炎神草之后 它并没有继续吸收 既然这里会有一株扬炎神草 那么 心中的这个念头 促使着陈锋继续往前走去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在还未被开采的矿脉之处 它接连发现了好几株不同的神药 而且 这些神药 无论从成色 品阶来看 全都是绝品 相当罕见 陈锋明白了 到了这种程度的神药 即使没有稀有沃土 也无妨 这里星辰元石矿脉丰富 便是绝佳的绝品神药酝酿场所 此地长期无人出入 星辰元石矿脉日积月累 到了这等可观的规模 自然不可能只有一株神药 陈锋心神都忍不住颤动起来 这一刻 它甚至忍不住 想要放声大笑 谁能想到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不只是扬言神草 这里的其他几株绝品神药 也恰恰是它所需要的 这趟剑神荒丘之行 居然还有这样的惊喜 陈锋激动不已 并迅速将它们 收入自己的轮回玉牌之中 就在它刚将周围几株绝品神药踩下之后 激动 兴奋的情绪 便遭到了不速之刻的破坏 它第一时间察觉到 有人在靠近 陈锋当即停止 继续吸收新陈原石矿脉 迅速离开原地 隐匿起了自己的所有气息 四周顿时重新归于死寂 只有被石壁遮盖下的盈印清光 在默默展示自己的存在 没过多久 一行人出现在了陈锋离开的地方 如果陈锋此刻在这里 他一定认得出来 这一行人正是出入青秋山脉时遇到的思梦寒一行人 没想到他们也吓到了这处深渊之下 天哪 所有人在看到深渊底下的这片光景之后 无一例外 全部瞪大了眼睛 倒吸一口气 完完全全的不可思议 就连思梦寒也被这片新陈原石矿脉惊得诸口亲戚 半天望了壁上 这 这便是剑神荒丘的底蕴吗 思梦寒的眼中 倒映着那片盈盈的青色光芒 而他的周围 那些家族派来保护他的侍卫们脸上 更是毫不掩饰 面露疯狂 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人而言 哪里见到过这么大的新陈原石矿脉 平日里能有个几十块新陈原石 都已经相当罕见了 万万没想到 剑神荒丘 今日天崩地裂 三百六十座山峰禁树消失之后 居然还有如此奇遇 这也太大了吧 这么大的新陈原石矿脉 得有多少新陈原石可以开采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感慨着 惊叹着 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收获 砸昏了头脑 甚至有人太过激动 张开双臂 扑到了那些矿脉之上 最后 还是思梦寒最先勉强恢复了过来 尽管他的脸上 还是情不自禁地浮上一片红霞 但好歹心绪算是恢复了正常 他看向身边的 一位灰发老者 周管家 你安排大家分工 把这片新陈原石矿脉 开采一下 被叫到名字的灰发老者 眼珠子也总算从偌大的新陈原石 矿脉之上挪开 他转身 看向思梦寒 像是回忆起了自己的身份 继而恭敬地点头 是 小姐 周管家 看向其他还在震惊中的私家侍卫们 刚准备开口 忽然 一便突生 那七八个侍卫当中 突然有一人转身 猝不及防地 直接冲着思梦寒出手 这一切实在是发生得太过突然了 即便是思梦寒自己都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等他惊慌失措地反应过来时 再要闪避或者出手 已经太晚了 更为糟糕的是 思梦寒的修为只有星魂武神进第六重楼大成而已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订阅